第342章 迷局 在十里梅林北的国道边看到陶行健 张铁森还真吓了一跳 要不是陶行健节外生枝 他早就坐上合资公司中方经理的位子 合资方案被省理驳回之后 他立即指使人将陶行健赶出湘学海 虽然将陶行健赶出湘学海 但是合资的事情却一直拖到现在无法解决 要说让张铁森恨之入骨的人也多 国道上对他破口大骂的大祸司机也算一个 陶行健肯定也算一个 陶行健离开会山有半年的时间不知去踪 张铁森想关注也关注不过来 只是又到合资的关键时刻 再次看到陶行健总让他心里有不祥之感 张铁森琢磨着那辆VS40与ODA8车主的身份 陶行健跟这些人一起回会山 那些下三滥的手段就不能用在他身上了 想起去年谢建南在会山砸人车的事情 想想以谢家的家事 周锦瑜还是会山市长 最终都要陪人家一辆奔驰 才将事情平息掉 有些强龙过境 确实不是地头蛇能惹的 陶行健是会山人 春暖花开之际 回趟会山也没有特别的地方 只是他陪同的那些人的身份 让他心里不踏实 琢磨着找谁打听这些人的身份 想起昨天一起消遣的江天集团的老总叶江天 见多识广 谢家十年前才到会山立足的 根底还在心态室 叶江天才能算会山的老弟投舌 要不是谢家这几年在会山的动作太大 叶江天会一直是会山市的首富 这些人总不会无缘无故地到会山来 说不定叶江天知道些消息 张铁森拿起搁在仪表盘上的手机 拔通叶江天的电话 江大尔的父亲江涛 有邀请叶江天 叶红父子参加庆生酒宴 只是叶江天这时候 还没有与张克他们遇上 叶江天打心眼里看不起张铁森 但是张铁森是周景瑜的秘书 又是三星 湘雪海合资谈判的中方代表 叶江天想承揽合资工厂的建厂业务 张铁森是他必须巴结的一个人 叶江天不知道什么 A8 VS40车主 只当张铁森找借口 拉他出来消遣 忙答应与张铁森到昨天逍遥快活的会所碰头 坐上车等司机 将车开出停车场 他才想起 江涛请他喝沁生酒的事情 江涛与张铁森孰亲孰众 叶江天自然分得清楚 不过他 还是给江涛挂了电话告罪 电话里说定 让他儿子叶红过去喝沁生酒并致歉 道显出 他滴水不落的为人 半酒席的酒店 就是小区附近 江涛夫妇早就去酒店准备 张克他们从梅林过来 便先到江大家 去除了许为 孙静蒙他们 还有飞红广告公司的老总 近飞红与飞红广告公司的一些同事 江大家的一些亲戚也在那里 张克他们也找不到站脚的地方 决定先去酒店等着 昨天江大也就随便一说 你还真有脸过来喝瘦酒 许为留下来 陪江大招呼江家的亲戚 孙静蒙跟孙静香 许思 张克 几一车里先去酒店 近飞红与广告公司 其他人开另一部车 张克他们过来喝瘦酒 还真是昨天遇到江大他妈妈随便一说 没想到张克还真是有空 拉着许思一起过来 张克笑着说道 我们又不是没包里 难道就要比你自卑不成 江家在惠山的人脉不错 将一家三星级酒店的二楼大厅 都包了下来 有二十六七桌的样子 一些重要的客人都制作了坐席牌 陆陆续续的有些人到了 张克他们给安排在 警铃大厅的包厢里 差不多六点钟左右 江大尔闪身进来 张克见他荒急的样子 抬头问 见鬼了 你这样子 差不多见了鬼 江大尔捂着胸口喘息 那双绝美的毛子里 却没有慌乱 清澈名利 渐渐有着圆润自信的气质 使他的容貌愈佳的出众 红唇诱人的唇角 浮出一丝俏皮的浅笑 许薇在后面挤进来 回头往门外看了一眼 说道 叶家大少爷追过来了 张克皱着眉头 来惠山之前 还真没有考虑 会讨厌看到谁 现在想想 就算遇到谢建南 也比遇到叶红要好 叶红推门探过头来 一粒的油头粉面 飘忽的眼光 在包厢里扫了一圈 说不出的轻浮 眼光轮过许思 孙靖湘姊妹脸上时 也知道收敛一下 眼睛看到江大尔脸上 表情却又十分的角柔造作 大尔 你怎么坐在这里 外面人这么亲朋好友 你都要招呼他 大尔刚进来歇歇 要不你也进来坐坐 张克首歌在椅背上 盯着叶红说 叶红倒是想进去坐 看到张克不善的眼神 心里一须 连谢建南在他手里 都栽了两回 善善地笑了笑 没有再说什么 就退了出去 看着叶红走出去 江大尔才舒了一口气 笑着说 都不晓得他 怎么有些五张克 许思鸣嘴笑着 顽固子弟 自然得由顽固子弟来整治 谢建南接到叶红的电话 听说张克与许思到惠山 来参加江大尔父亲的庆生酒 他心里十分奇怪 可以说 他比谁都清楚张克的身份与地位 张克与许思 不大可能专程抽空过来 参加江大尔父亲的庆生酒 对谢建南来说 张克是唯一出现 就会让他心绪不宁的人 接到叶红的电话 他就没有安下心来 张铁森打电话过来 谢建南看着手机屏幕上的显示 想让手机就这么想着 迟疑了一会儿 还是接通电话 叶家的盛兴环球电器公司 是海泰的潜在竞争对手 谢建南对叶建斌的了解 自然不是叶江天 张铁森他们能比的 他在电话听张铁森 提起那辆奥迪与VS40 顺时就想到叶建斌与张克 何况叶红已经看到 张克就在惠山市 陶行剑是去年阻止三星 香雪海合资案的关键人物 谢建南没有见过 但听他妈多次提到过 这样一个人与叶建斌 张克走到一起 又出现在惠山市 令人寻味 谢建南虽然很不喜欢张铁森这个人 但他更不喜欢张克 张克的行踪太耐人寻味 他这次倒没得找借口推辞 直接去会所与张铁森 叶江天碰头 什么 陶行剑怎么会跟盛兴 与爱达店子的人混在一起 张铁森听谢建南介绍张克 叶建斌两人的背景 还真是吃了一惊 对叶江天来说 事不关己 倒是轻松一些 笑着说 说不定 人家正好经过会山 让张处长看见 没必要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谢建南说道 陶行剑去年将材料 传到省长徐学平手里的过程 有些蹊跷 说是金茂伟与新华分社会的两个小青年捅篓子 才将材料捅到徐学平那里 不过要告诉你们一声 这个张克与徐学平的关系可不一般 这背后未免太巧合了 谢建南也不确定张克是不是藏着别的意图 挑唆张铁森与张克为敌也未必能起什么大作用 只是习惯性地做出不利张克的推断 除了两次杂车事件以来 还有很多的事情让谢建南耿耿于怀 三月初在海州看到张克开着银灰色的VS40跑车 出现在釜天大厦背后的停车场 谢建南就打电话跟谢子佳确认 张克就是陈静与子佳在高速路上遇到那个人 他想不明白张克为什么会在子家陈静面前装聋作哑 更想不明白为什么陈静在他面前会装作与张克素不相识 谢建南是那种有想明白 却绝不会把不明白表露在脸上的人 但是总不可能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这其中的过节越纠缠越深了 谢婉晴既然已经不再把自己看成是谢家人 谢建南才下定决定支持谢瞻到海州 负责与锦城集团的合作 也算是彻底断绝了与谢婉晴的关系 虽然这事情看上去与他无关 但是只要涉及张克 谢建南便会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对待 叶红既然在参与江大二父亲的庆生酒宴 谢建南便打电话给他 让他去看还有谁跟张克一起到惠山来得知 陶行剑与叶剑斌并没有跟张克在一起 而是孙氏姐妹在场 另外有家广告公司的人倒显得无关紧要 第343章 叶江天 怎么样 怎么样 谢建南刚放下电话 张铁森就焦急地问 具体的情况不清楚 我那个朋友不大理会家族的事物 不过嘉信实业眼下确实有一个规模比较大的筹钱计划 嘉信实业的高层正积极与香港的各投资机构联系 眼下还是筹备阶段 还不知道具体的目的 规模 哦 另外告诉你一件事 你说的那个陶行剑现在是嘉信实业的副总经理 他这次回惠山 可是港商的身份 听叶红说 孙氏姐妹也过来参加江大父亲的寿宴 谢建南很自然联想到 三月初嘉信实业的增发案 月秀 香港 现在也是嘉信实业的大股东 嘉信实业 虽然名义上还是葛家的产业 但股权都转移到葛明德 孙尚义两家人手里 但是孙尚义 葛明德 要另外筹集一亿七千万的资金 这么大的动静 自然不会瞒过葛家人 谢建南跟葛家 大少葛英军通过电话 就知道嘉信实业 正谋划一次大动作 怎么会这样 张铁森有些发急 事情前后联系起来 陶行剑这次与张克 夜见兵到惠山来的墓地呼之欲出 这可是他最不想看到的局面 谢建南不喜欢张铁森 不过他更讨厌张克 要能试试给张克设这些障碍 他绝对不会拒绝 叶江天想承揽合资工厂的工程 才找紧巴结张铁森 湘学海与三星的合资黄调 与香港的这家公司合作 一样会有工程给惠山当地的企业承揽 他这时候 想着跟这家香港公司提前联系上 不管湘学海最终跟哪方合作 他都可以站着先头 叶江天心里这么想着 脸上却替张铁森急切 安慰他说 倒不能肯定 他们就是冲香血海来的 张铁森没有心情陪叶江天 谢建南享受完整的服务 匆匆喝光杯中酒 就起身离开 通过磨砂玻璃 看着张铁森匆匆离开的背景 叶江天想着他一定是去找三星的代表商议去了 撇嘴冷笑了一下 心里想 这混账到底是中方代表还是韩方代表 张铁森是周锦鱼的秘书 叶江天揣摩不透谢建南与张铁森之间的关系 按说外面 有些流言蜚语 会让谢建南厌恶这人才是 但是看谢建南 却又积极地替张铁森筹筹策 真是让人费解 叶江天看似无意地问了一句 建南 听说叶红跟这个叫张克的有些过节 我平日不怎么关心叶红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叶红与张克之间倒称不上过节 叶江天这么问 谢建南觉得有些突然 有些是 想必叶江天是知道的 叶江天不知道的事情 也是他绝不肯透露 别人知道的 谢建南勉强笑了笑 轻描淡写地说道 能有什么事情 有时候争些意气 叶江天笑了笑 毕竟谢建南与他儿子平背相交 张铁森走掉 他就没有特意挽留谢建南 待谢建南一走 叶江天也紧跟着坐上车 江大尔的父亲江涛知道 叶红不招人待见 就没有安排到张克那一桌 江天集团在惠山市颇有影响 江涛这次请了许多生意上的朋友 叶红倒是不寂寞 有许多人争着讨好他 叶江天赶过来时 他正在跟同桌的人吹嘘 这次三星与香雪海合资建工厂 他们江天集团能揽多少工程 听得旁人羡慕不已 根本没有人注意 张克那个包厢的门打开这一条缝 张克正全神贯注地听他吹嘘 九到中席 叶江天突然赶过来 江涛有些受宠落惊 许多人都相当地惊讶 毕竟叶江天在惠山很有些影响 一度曾号称是惠山首富 江涛的住建厂 只是依附江天集团生存的小厂而已 叶红他爸爸 江大尔轻声地说道 包厢的门 开着一条不大的缝 张克他们 可不会像其他人那样簇拥上去 江大尔对叶江天的到来 也颇为冷淡 有些意外倒是真的 都说他父亲跟叶江天是老交情 不过在叶江天发达之后 江大尔可没有见过他几回 何况叶江天在酒席之前 打过电话来说 有其他事不能过来 叶红看着他 老子一过来 就让众人簇拥 颇为得意 走到跟前说 爸 你怎么又突然过来了 我跟你姜伯伯多少年的交情了 这顿酒不喝 还要等上十年 不是要可惜死我 赶紧把那边的食料理丸赶过来 这里的酒席 还没有结束了吧 叶江天大声笑着 目光却在寻找张克一行人 叶总过来喝酒 就算结束了 也要重新开席 旁人笑着应他 江涛那一桌 有人主动撤了下来 江涛让服务员换上餐具 请叶江天入座 叶江天笑着问 听说你们家有贵宾登门 怎么没看见 他们坐这里 江涛这一桌算主桌 重要客人才有资格做主桌 除了叶红 就是江涛生意场上的朋友 叶江天这么一问 江涛知道 他是说大儿的朋友 笑着说 大儿的朋友 坐那边的包厢里 张克倒是没想到 叶江天是冲他们来的 身腿降门眼上 免得让叶江天意识 这里一直在观察外面 江涛陪叶江天进来 叶江天飞快在包厢众人脸上扫一眼 准备地认出张克 看着张克 笑着说 这位 是锦胡的张先生 正如叶红搞不清他老子的念头 张克也不清楚 叶江天为何单刀直入 跟他寒暄 在座的众人 虽然都跟张克相熟 但是有半不知道张克的底细 就算江大他们 也只晓得张克他家与爱达电子关系密切 张克却不清楚 叶江天哪来这么肯定的语气 难道说 叶江天跟海州市里有人认识 看叶红诧异的表情 想必谢建南不会将一些事情告诉他 叶江天毕竟是卉山的名人 张克起身与他握手 笑着说 不敢入叶总的法眼 又介绍身边的靖飞红 孙靖香 这位是飞红广告的靖总 这位是世纪华英的孙女士 包厢里没有给叶江天坐下的位子 叶江天过来招呼一声 留下一个初步的印象 还是跟江涛回去坐主桌上去 倒是其他人相当奇怪 以叶江天的身份与地位 需要一过来就特地跟一个年轻人打招呼 笑容间倒是藏着些许讨好的意味 张克气质沉静而宁溢 但是笑貌终究太年轻易 被他人轻视 一般人不认识他 看他以为是富贵人家的子弟 绝难联想到他此时的身份与地位 叶红心里郁闷得紧 他原想仗着他 老子撑腰给张克点颜色看看 倒不指望真能把张克他们怎么样 至少要再气势压倒他 他万万想不透他老子赶过来 竟然是来跟张克打招呼的 叶红郁郁寡欢 心里想不透 接下来的酒席 吃得没滋没味 偏偏还给他老子拉去 给张克那一桌敬酒 林杰伟还给他老子拉着跟张克他们寒暄后 才坐车离开 叶红都觉得 面子在今天都丢光 日后永远都没想在张克面前抬起头来 你到底为什么过来喝酒 坐进车里 叶飞红就忍不住发牢骚 那个小子 跟我不对头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不对头 你还没有资格跟他不对头 叶将天将与驾驶座的隔离瓶打开 不对头 那是 你跟人家不对头 砸车也不是你的车 只是我们看在周景瑜的面子 不跟谢贱男计较 你不要冲愣头三 跟着别人瞎转悠 可是戴儿的事 叶将天挥手打断他 继续说下去 钱是好东西 我跟你说过 拿钱换不来的东西 一是别人给出比你更多的钱 再一个 也的确有钱换不来的东西 你不要强求 没意义的 江涛的女儿 我上回不是听你说放手了 这会儿 怎么又在里面纠缠不清了 又不是找不到漂亮的女孩子 跟贱男在一起喝酒 说差那一小步就放手 就太可惜了 再说书给那小子 让人不服气 你要怎么才服气 叶将天瞪了他儿子一眼 谢贱男 谢贱男 谢家 个个都太聪明了 一点亏都不肯吃的 别人在他眼里都是棋子 谢贱男 倒是希望你纠缠下去 总会有可能 跟这个叫张科的起冲突的 他有没有 把这个叫张科的底细都告诉你 第三百四十四章 尊重的问题 叶将天的殷勤 让人很意外 张科有听叶红在酒席间吹嘘 三星与香雪海 一旦合资成功 他们家江天集团 将会从合资工厂栏很多工程 这么说 叶将天想必与张铁森不陌生 有没有可能 张铁森已经知道 他们此来会删的意图 仅凭张铁森想不到这么远 但是有一个对他们甚为了解的谢贱男 就不同了 张铁森是谢贱男他妈周锦渝的秘书 这两人想必也熟悉得很 张科却不知道 要不是他的缘故 谢贱男根本不会搭理张铁森 对于张科这种喜欢低调 习惯在背地里应人的家伙来说 叶将天的殷勤可不会让他有太好的感觉 锦胡的张先生 跟锦胡是你个人似的 好不容易熬到酒席结束 孙静蒙才忍不住嘲讽地说张科 你的身份还真是神秘呢 走到哪里 都像背后有人给打着光一样 张科搓了搓手 左右晃头张望了一下 有吗 我倒觉得 我这里的光线有些暗 家菜都有几回差点塞鼻子眼里 你确定叶将天那个老家伙 不是看到这座美女 多故意来搭讪的 去 爱说不说 好像谁特别想知道你的事情一下 有钱了不起 还不是小屁孩一个 孙静香笑了起来 他还记得孙静蒙一开始迷恋张科的样子 张科起初给孙静蒙的感觉 无比的完美 是那种看上去会让他心慌的男人 后来得知他才独高二 心里就免不了有挫折感 拿他自己的话说 老娘阅人无数 竟在他身上看走了眼 真是夜路走多了 也会跌跤 张科很是无语 金钱在孙静蒙的眼前 很多时候只是一个数字 他根本就没有缺过钱 甚至为自己出生那样的家族而烦恼 打眼里 就不会因为别人很有钱 就会去尊重他 许为 姜大他们 对待金钱的态度也很平淡 姜大心思单纯 而且从小就生活在富裕的家庭里 姜涛大概不会将生计的苦处 跟女儿诉说 许为的性子则是刚毅 属于那种 给钱越折磨骨头越坚硬的家伙 不像普通人的眼里 金钱散发着神圣而让人迷恋的光芒 姜大的妈妈李月如 推门进来 安排晚上住宿的事情 她丈夫江涛也给他拉了过来 换做他时 李月如一定会拉姜大到酒店门口 去送叶江天 叶红父子上车 今天却人大耗在包厢里 跟张克 许次他们一起坐着聊天 这间酒店的房间都已经满了 我们另外在惠山大酒店订了几间房 等会儿让大耳他爸爸送你们过去 在这家酒店订的房间是足够的 订的都是三人标准间 安排三人一间 实惠一些 也不失待客之道 当时想给孙静香单独订套房来着 公司小归手 但是他毕竟是大耳的老板 只是觉得 只给他一个人订套房 会有些突兀 叶江天对张克出人意料的殷勤 让李月如诚惶惶惶恐 决定给张克他们另外安排宾馆 这边的房间只安排其他宾棚流宿 江涛倒觉得 张克 孙静香 许次他们下午到惠山都没有休息 或许更想着早点有房间休息 李月如坚持着 尊重是要体现在细节上的 要是招待叶江天 你会安排他 跟别人挤一个房间 这 江涛也无语 张克要是性子随和一些 不另外安排还省事一些 要是他是那种计较的人 心里当然会有不舒服 他便让妻子去安排 李多人不怪 便是觉得麻烦些 他也知道 我们是尊重他 李月如见 江涛无语 得意地说 你那是尊重他背后的钱 要是叶江天不来 还不是给他们安排三人意见 尊重钱 那也是尊重 不然尊重什么 李月如疑惑地说 大二跟张克他们也认识很久了 还去过几回海州 张克家什么来头 他怎么就会不知道 真是傻丫头 你这样子 他知道什么也不会跟你说 江涛笑了笑 你不是都知道 张克他家跟爱达店子有关系吗 有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种关系 跟那种关系能一样吗 什么这种 那种 得 那边的事都交给你除脸 你是一家之主 还是我 是一家之主 李月如可不管其他兵棚 也正陆续离开 拉着丈夫江涛过来 跟张克他们打招呼 对于张克 也只怪江大 不喜欢讨论那些世俗的 让他妈听了 眼睛会发光的事情 李月如一向以为 张克只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他家跟爱达店子有些关系 再一点 爱达店子在李月如眼里 并不特别的高大 神秘 一是他估算不出爱达店子的盈利规模 再一个就是江大 给爱达店子代言的缘故 别人眼里 央视标王是如何的了不起 接触多的缘故 李月如眼里 就没有特别的神秘感 再说 李月如对广告的内幕消息知道多了 爱达店子根本就像那种 依赖广告发家的企业 而且窜起来的时间还很短 在李月如的心里 重量是根本无法跟江天集团这样 资产规模有十几亿的大企业相比的 还有一点很关键 张克与江大 许为 林小燕 林斌他们在一起 也没有见许为对他格外的重视 在李月如看来 张克与许思 许为姐妹的关系 一定是很亲密的 许为家境贫寒 李月如是知道的 许为与张克在一起 比较纯粹的 将他当成小自己几岁的普通男孩子看待 有时看张克不顺眼 还会开口责怪几句 都很随意 直到叶江天的出现 李月如才知道 他以往对张克的印象 有些偏差 张克听到他妈妈说 在惠山大酒店安排了房间 推辞说 不用这么麻烦 我们这次过来 顺便有其他的事情 让公司在惠山大酒店 订好了房间 96年 惠山市还只有两家五星级酒店 市中心只有惠山大酒店一家 你们过来还有什么事 孙静蒙眼睛迟疑地扫过张克 许思的脸 问道 早知道你不是专程在喝寿酒的 孙静蒙疑虑的神情 让许薇心里也有些阴影 一直以来 对外的说法 谢婉晴才是景湖的主人 许思一直是在谢婉晴的手下做事 直到这次调到香港公司工作 单景象的那栋宅子 美得任何人见了都想着住一夜 年前 也是张克说 那是景湖名下的物业 他与许思 还有许飞荣 在许思离开海州 再去香港前 在那栋宅子里睡了两晚 还说着 有机会 还要再进去住几天 叶江天刚才的口气 好像张克 才是真正拥有景湖的人 本来这里面的关系就复杂 有关有伤 许薇心想 自己只是普通人 也没有心情去理会里面的关系 要是张克才是真正拥有景湖的人 一来他的年轻 让人难以置信 再个 张克与姐姐 到底是什么关系 难道真是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 因为帮他补习功课才认识的 许思昨天 从香港直飞省城 中午一起吃饭时 戴儿请许思与张克 一起到惠山来做客 他们就随口答应下来 张克笑了笑 跟江天集团叶大少爷 刚才吹嘘的那些事 有那么一点点的关系 叶哥也过来了 本来孙伯父也会过来 只是他 恰巧有事耽搁了 要不你也跟我们住惠山 大酒店去 孙静蒙对家族的生意 一向不上心 叶红吹嘘时 张克很认真地在听 他就听了两三句 就对这种恨不能在额头上 写着我家有钱的人厌烦得很 接下来就没有认真地听 哪知道叶家大少华 吹嘘什么事 我爸要过来 他怎么不过来 你们倒腾什么 神秘兮兮的 叶红酒席上说了很多事情 唯恐别人不知道 他家有钱有事 给人的感觉很轻浮 但是钱与事 毕竟是好东西 由不得别人不巴结 江涛也不知道 张克到底在说哪件事 张克推测 张铁森可能已经知道 他们来会删的意图 叶江天的态度 很值得玩味 他想着跟叶江天再接触一下 这个要请江大的父亲 江涛帮忙 虽然 已经没有严格保密的需求 张克还不想太多的人知道 特别是 静飞鸿手下那些广告人 传内幕消息的水准相当高 孙静蒙问他 他只是笑着说 也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扯起来话还多 有空让孙姐跟你说 第345章 要道歉 张克他们到惠山之前 就在惠山大酒店定下房间 陶行健也在惠山大酒店 宴请他 原来在香雪海电兵香场的同事 张克不需要江大父母 帮忙安排住处 再说 他们也不晓得 会在惠山停留几天 总得等事情 有了眉目之后 才能离开 回到惠山大酒店 叶建兵去见惠山市委书记赵阳 还没有回来 张克与陶行健通了电话 他与傅家俊 还在楼下的包厢里 陪香雪海的同事 过一会儿会 他们就会上楼来 孙静相见张克这么晚 还要谈事情 便要回房间等叶建兵 张克说道 孙伯父不在 孙姐可以做孙伯父的代表 孙静相说道 有副总在 哪里轮得到我 我跟我妹妹 一向都不管家里的事情 张克知道孙静相姐妹 一向讨厌 葛家的那种男尊女卑的氛围 笑着说 孙姐还当家姓实业是 原先属于葛家的家姓实业 这次事情能成的话 叶哥也将是家姓实业的股东 孙静相笑了笑 也就不急着回房间 说道 那我就留下来听听 长长见识也好 看看你怎么谈生意的 一直都很好奇 说什么谈生意 说得太正经 具体的工作都得由 陶行健 副家俊这些专业人是去做的 我能做的有限 就跟香学海的人见下面 陶行健这次找来他在香学海电冰箱厂时的同事叙旧 有负责生产与项目营建的副厂长郭健 有厂长室主任陈默 有负责品管科室的主管曾威 他们都是84年轻工业部 将香学海列入国家定点生产冰箱企业之后 进入香学海的大学生 不比陶行健到香学海 才短短两年的时间 他们中最年轻的曾威进香学海 也已经有八年了 接到张克的电话 陶行健对郭健说 还有人要跟你们引荐一下 傅家俊说道 时间还早 到楼上坐一坐吧 郭健疑惑地看着陶行健一眼 当然傅家俊的面不方便开口问陶行健 他与沉默应酬较多 对曾威来说 时间已经不晚 照顾女同胞 吃饭吃到现在 差不多可以结束回家了 感觉陶行健有话要说 便没有说要离开 乘电梯时 赶巧有另一波客人在前面 郭健示意沉默陪傅家俊先进去 他 曾威与陶行健等另一部电梯 看着电梯上方的显示 电梯停在十九楼 郭健回过头来看着陶行健 今天找我们来 不是单纯为叙旧吧 我现在也算是锦衣归乡 不是找你们几个炫耀一下 还能有什么意图 陶行健笑着说 郭健摇头笑了笑 说道 你现在算是港商 你要炫耀 直接到张铁森面前去炫耀 别看他被地里恨你入骨 你要是回来投资 他还得摇起他的小尾巴来 你怨不怨我 坏了你的好事 合资要成的话 你会负责项目营建 工厂建成 副总经理是跑不了的 去 要在张铁森手下当副总经理 还不如一直在老厂干着 陶行健摇头笑了笑 刚才席间倒是一起说了张铁森许多坏话 要按三星的条件合资 你以为老厂还有前途 电梯门疏然大打开 陶行健步往前走了一步 回过头来 突然问了郭健这句话 郭健听了一愣 疑惑地看了陶行健一眼 见他表情有些严肃 进了电梯 才说道 你不会怪我 当时没有站出来帮你说话吧 你也知道 合资的事情 世青工局都给踢到一边 世青工局副局长费行伟 作为世青工局的代表 从谈判开始 就没有发表过他个人的看法 我们不能不保持沉默啊 说实话 我们都很佩服 你将事情捅上去的勇气 要不然 我们也不会过来跟你叙旧 就是过来跟你叙旧 可也是冒着里通外敌的罪名 陶行健笑了起来 里通外敌 我有这么招张铁森恨吗 不比你 我们从学校出来 就在会山成家立业 要说人过了三十好几 在事业上 还有一点点的基础 那都在会山 你不鸟张铁森 周景瑜 你走 走后 摇身一变成了党商 耀武扬威地回来 我们可没有 到外面重新打拼的勇气 陶行健点点头 郭健的处境 他能理解 毕竟都是成家立业的人 不会有刚出学校时的热血激扬 说道 你们的处境我也能理解 要是我有了小孩 想着 在会山安定下来 只怕也不会冒失地 将事情捅到省里去 哎 合资方案给省里驳回后重新谈判 市里天天盯着谈判组 要有进度 那些高力棒子 似乎吃定我们 一步 都不让 市里的态度暧昧不明 张铁森与韩芳代表见面的时间比跟我们还多 这谈判怎么谈下去 进电梯时 郭健没看见陶行健按几楼 见电梯过了20楼 还在往上行 要见的人 不会住顶楼吧 听说过会山大酒店的总统套房 却没有见过 我一年的工资 还不够住几宿的 陶行健笑了笑 说道 顶楼的总统套房宽敞些 这次到会山来 有些事情要处理 总不能临时再找办公的地方 我只是小职工 住12楼 要是找张铁森来 我倒是有可能到顶楼住一夜半宿的 会山大酒店整出来 就是骗外商的钞票 普通的套房 也要我一个月的工资 这么看来 你们还是期待合资的 陶行健问道 香学海还是属于国有企业 市市都有上级部门主管 郭健虽然是副厂长 级别是政科 也是按政科级拿工资 每个月的工资 的确不够到这里的普通套房来住一晚的 陶行健到香学海 是高薪外聘的高管 薪水是香学海最高的一个 请他到香学海之前 他的薪水 还是请市里特批的 郭健沉吟了一会儿 说道 三星的人 找我谈过到合资工厂后待遇的事情 给了这个价码 郭健伸出三根指头 我还是觉得 三星提出的方案 很难让人接受 但是没有办法 市里似乎打定主意 牺牲香学海品牌换取合资 就不是我们这些小人物 能改变什么的 就算觉得可惜 合资谈成 我也不可能硬着骨气 不去合资工厂 电梯在顶楼停了下来 傅家俊与陈默在过道里等他们 为了不让郭健他们 感觉太突兀 就没有当着傅家俊的面谈 合资的事情 敲开张克房间的门 傅俊帮他开的门 郭健以为傅俊是陶行健要引荐 给他认识的人 刚要说话 听见傅俊对陶行健说 客哨在里面等你们 郭健 陈默 曾威是陶行健在香学海期间 比较和气的同事 对三星 香学海的合资 一直都有着相当大的意见 只不过 他们是体系里的人 不能像陶行健那样 公然站出来 反对合资 他们同时也是香学海管理层里的精英 都被韩方要求 进合资公司任职 合资 对他们个人来说至少是受益的 就郭健来说 进入合资公司 薪水能一下提高十多倍 张克看到陶行健给他的暗示 站起来请郭健 陈默 曾威他们入座 说道 我听陶总经常说起你们 这次到惠山来 就请陶总帮忙引荐 很冒昧 也没有找个正式的场合见面 有些事是要跟你们道歉的 从许司手里 拿过他的名片 发给郭健他们 陶总是香港家姓实业的副总经理 我这张名片 与陶总有些关系 郭健疑惑地看着张克 从没见面的陌生人 有什么可见 他们道歉的 名片上只写着月秀 香港 有限公司张克等字样 没有具体的职务 依照一般的思维 他应该是这家公司的主人 只是不在公司担当具体职务而已 香港上市公司很多 要不是特意的关注 很少人知道家姓实业是做什么的 但是说起 隔井城的家姓集团 内地就有很多人知道 但是这家公司 与陶行健任职的家姓实业 有什么关系 听他的意思 还有别的名片 别的不同的身份 郭健说道 张先生会有什么事情 跟我们道歉 听陶总说 你们都是要进合资公司的 去年初冬 反对合资的那份材料 是我帮陶总递上去的 合资的事情一直拖下来 我也算罪魁祸首之一 所以 要跟你们道歉的 第346章 我们的优势 去年是省长徐学平亲自干预 省里 才将三星与香学海的合资方案驳回 都说是省京茂尾 与新华分社的两个小青年 帮陶行健将事情捅上去的这事 想想有些蹊跷 那两个小青年 也太不拿自己的前途当回事了 后来听说 都是两个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年轻人 还好理解一些 但是陶行健怎么就找上这两人 还是有一些让人费解的地方 张克坦然承认 这是与他有关 郭健听了一愣 才晓得陶行健今天请他们来叙旧 绝不是叙旧这么简单 郭健看了看沉默 曾威 沉饮了片刻 想着刚才没注意 就把心里的想法 都暴露在陶行健面前 这时就没有必要再遮遮掩掩 说道 合资方案给省里驳回 我们倒是松了一口气 虽然说进合资公司个人的收入能提高一截 但是心里也不好受 也很矛盾 我进香学海有12年了 技术人员与生产设备 并入合资公司 香学海品牌禁用三年 合资工厂由三星控股 这是之前合资方案里 最有争议的条款 张克曼条斯里的说着 三星的意图 想必你们是了解的 我想惠山市政府也不是不了解 关键的问题 是惠山市政府热衷于合资 牺牲香学海太多 从企业的角度 你们是如何看待合资的事情 不说三星 仅仅说合资 我们也是 很希望合资的 郭建沉吟了片刻 这么说也不恰当 倒不是说很期待合资 而且看到合资之后 企业有更大的自主权企业 要生存应该适应市场法则 而不应该去适应体系内的规则 现在经营上 事事都要跟主管部门请示 而主管部门的老爷们 又不懂市场是怎么回事 香学海的业绩 虽然也不算差 但与青岛的海尔相比 脚步已经慢太多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期待合资 期待通过合资 能将产权关系理顺 但是三星的合资方案 却是要牺牲掉香学海这个品牌 仅仅是想将合资工厂 作为他们在国内的生产基地 这却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你们是希望惠山势力 放开对香学海的束缚 张克严谨意该地问道 对 香学海成立至于有20多年的历史 国家级的奖项大小 也拿了70多项 也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家电品牌 技术力量不差 熟练工人也不缺 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 管理上也是积极学习着 为什么要甘愿沦落为 三星的制造基地 但是 眼下 我们也矛盾重重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 市里过度干涉经营上的事 让人有处处给束缚住的感觉 有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厂里 要给保卫科长涨工资 方案报到市里 市里说 保卫科长的工资 只比外面派出所所长的工资差一些 不能再涨了 所以就没有批准 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 国企产权改革的序幕 到九七 九八年才会正式地展开 眼下各个地区都只有小规模的试点 但是许多国企的管理者 早就意识到其中的弊端 迫切地期待改革 彻底的产权改革 还无法普及 则希望通过合资的途径 通过地方政府 在合资过程中 放弃控股权 变相地实现 企业经营自主化的产权改革 张克站起来 接过傅俊手里的水壶 替郭建他们沁茶 又聊了一会儿 说道 时间也不早了 这个话题聊起来很长 我也有一些想法 想跟你们三位探讨一下 这样吧 明天晚上我在这里 坐东请三位务必光临 张克让傅俊开车 送郭建 陈默 曾威三人各自回家 等傅俊送郭建三人回家后回宾馆 叶建兵才回来 既然回来这么晚 想必找惠山市委书记赵阳潘 交情很顺利 张克将江天集团的老总叶江天 在江大儿父亲寿宴上的殷勤 告诉叶建兵 江天集团享览合资工厂的工程 对于江天集团 无论是三星与香学海合资 还是嘉信跟香学海合资 工程都是要给惠山当地的企业承揽的 我看啊 我们来惠山的意图 张铁森他们大概都知道了 就凭张铁森在梅林看到我们 叶建兵奇怪地问 谢建南对我们可不是一般的关注 要瞒过他很困难 这倒是 叶建兵拍了拍额头 有你这个让他恨之入骨的家伙在 我也不期待 跟他能和平共处 看来 我们在惠山的动作不能太慢 我明天再去与傅家俊去找赵阳 有机会就将我们的意图直接挑明 看来傅春阁的事情 对他很有影响 我们有两点劣势 嘉信实业各方面的实力不比三星 而且是 三星与香学海谈判将近一年之后才介入 会有些突然 但是我们也有优势 首先我们不会放弃香学海这个品牌 发展一个全球知名的民族品牌 对赵阳 对香学海的人 都应该有一定的诱惑力 再一个 我们会跟香学海做公平交易 香学海经过评估的无形资产 我们会一律地承认 这一点 我们不妨主动一些 承认香学海品牌 有一个亿的内在价值 我想抛出这一点 就足以让惠山市政府权衡一番 三星还想与香学海合资 就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为了获得香学海的人员与设备 三星或许会同意付出一亿的一家 张克左手捏成拳头 手指扣在嘴唇上 说道 三星与香学海的合资谈判 一直都未曾向媒体透露过消息 一直都处于秘密谈判的阶段 我想啊 三星只是想在国内建个生产基地 轻公布的冰箱定点生产企业 有四五十家之多 三星的选择 不止香学海一家也说不定 这才能解释他们 为什么第二次谈判 一直不肯让步 并且坚持要秘密的谈判 当然 不可否认 香学海的条件相当优越 人员 设备与技术 都可能直接拿来用 惠山式的配套企业 也十分的齐全与出色 电子工业基础 堪与惠山相提并论的 也只有合肥 中山 顺德 青岛等几个地方 就算三星有其他的选择 大概也会在那几个地方 爱达电子在这几个地方 都有实力比较大的经销商 你让杨云去打听 叶剑冰说道 真有这事 香学海也不应该 只绑在三星一棵树上 傅春阁那是忙到今天 我才想起这事来 我会让爱达市场部的人 去查这事 张克说道 当然 最大的障碍可能不是明面上的 就怕有些事情 惠山市里 有人会故意的愚蠢的视而不见 我看要让想表达意见的人 都把意见表达出来 才会对我们有利 郭剑 陈默 曾薇 以及其他对香学海 有着很深感情的人 都是张克所说的 想表达意见的人 关键的是 他们都是体系内的人 上面只有一个声音 下面就不存在战队的问题 陶行剑跳出来反对 将材料送到省城 那只能算一个异端 要是上面有不同的声音传出来 下面人才有战队的选择 首先要将郭剑 陈默 曾薇这些香学海内部的管理人员 拉到他们的阵营来 到惠山来 不能不跟惠山市政法委副书记 市公安局局长 宋晓及副局长田海霞见面 第二天中午 张克与许思想宴请他们两位 让宋晓好一顿埋怨 埋怨他们到惠山 也不第一个就找他们 即使是江大尔的父亲江涛 他们之间也有几面的缘分 去凑凑热闹也是应该的 与宋晓 田海霞是去年年初 惠山大车祸时结下的缘分 说起来 张克对宋晓也算是救命之恩 在惠山市 没有其他特别让人放心的人脉 宋晓 田海霞还是值得信任的 特别是去年叶晓彤的车 在惠山给谢建南砸掉 还是托宋晓暗中帮衬 才多讹诈到些谢建南的赔偿 惠山市现在的政法委书记严真科 是海州人 之前任海州市政法委书记 张克与他也认识 只是这层关系不大牢靠 叶建兵专门去做惠山市委书记赵阳的工作 争取在这件事上 取得赵阳的支持 阻力就能少一半 张克则连续三个晚上都在惠山大酒店请郭建 陈默他们出来吃饭 就合资与企业管理的问题聊了很多 就算通过嘉信实业与香学海实现合资 最终还是要用郭建 陈默这些人 他们的能力如何 张克不能不了解 确定对他们的心思摸得比较清楚之后 张克直接将此行的意图告诉他们 第347章 后顾之忧 郭建当然知道 陶行舰到惠山不止叙旧这么简单 在陶行舰找他叙旧的第二天 极少在香学海露面 却又是中方谈判组组长的张铁森出现在场里 找到他们几个场里的谈判组的成员开会 东扯西扯 最终还是扯到陶行舰的头上 张铁森在会议上大放厥词 谁要做第二个陶行舰 别怪我不客气 那时就不是请他离开惠山这么简单了 东乡立民服装厂的老板 大家都听说过吧 因为服装扩建未经审批 屁大的事 给抓起来判了十年 背后的故事就不去说他 说这个例子 就是要告诉你们 法律要是认真起来 就会叫你们害怕 还有什么行为 比破坏招商影子更恶劣 陶行舰没有跟郭建明说 他们在梅林赏梅时 给张铁森看到 张铁森当然不会这时候 无缘无故地提起陶行舰来 还说这么重的话 郭建能肯定 张铁森知道 陶行舰到会山来了 还知道陶行舰到会山来的目的不简单 不然他不会这么气急败坏 郭建回去后 查了一些家姓实业的资料 才知道 张铁森为什么如此气急败坏 他是会山的地头蛇 一个让他恨之入股的人回到会山 他却不能耐其何 如何叫他不气急败坏 能查到的资料 家姓实业 是香港葛家家姓集团名下的上市公司之一 也是葛家旗下业绩最差强人意的上市公司 在菲律宾 越南以及内地都有工厂 股价长期在低位徘徊 倒是三月初的一次定向增发 让家姓实业在香港股市 掀起些波澜 像月秀香港有限公司定向增发25%的股票 用于收购月秀香港旗下的部分业务与资产 包括爱达电子在东南亚的商标使用权 影碟机制造技术及一部分现金 只是影碟机才在内地大热 在香港的影响小一些 家姓实业的股价倒没有疯狂的上涨 不过连同启动增发案谈判的时间 家姓实业也有近一倍的涨幅 增发案涉及爱达电子在东南亚的业务 郭剑完全没有想到 张克出示名片上的月秀 香港 竟然与国内正大热的爱达电子有关联 要是不知道家姓实业背地里的关系 要不是张克暗示省长徐学平 过问三星与香学海的合资案 并非出于偶然 听了张铁森赤裸裸带有威胁的话 郭剑说不定不会再跟陶行舰接触 此时却不会将张铁森的话当真 只是考虑到实在没有必要跟张铁森起冲突 还是私下里与张克他们保持接触为好 连续四个晚上都在谈合资于企业管理的话题 第三天 曾威的小孩发高热到医院挂水 就没有参加 其他时候 三人每天厂里下班 就直接去惠山大酒店 夜里吃过夜宵 都要到凌晨一两点 才由傅俊开车 送他们回家 不仅张克 陶行舰 傅家俊在企业管理上也很有自己的见解 大家谈得非常投机 第四天晚上 张克告诉郭剑他们此次的意图 我们希望家信实业能取替三星与香学海合资 即使有这样的猜测 张克这么快 这么直接了当地说出来 郭剑他们还是吃了一惊 郭剑疑惑地说 要谈合资 似乎找我们没有多大的用处 我们虽然也是中方谈判组的成员 但百事的作用居多 不 张克淡定从容地说道 你们是能真正代表香学海的人 只有与你们交流之后 我们才能拿出最大符合家信实业 香学海双方利益的合资方案来 至于其他事情 不过是尔虞我诈的勾当而已 张克从许私手接过一份文件 递到郭剑他们面前 这是合资方案的草稿 在来会删之前 我们早拟了一份方案 与你们一息言 受益良多 有很大的修改 我想 你们更能区别 哪一种合资方案 对香学海更有利 张克的话 倒是让郭剑很动心 能有另外一家企业跳出来 跟三星竞争 绝对是香学海受益 不然跟三星的谈判 也不会僵持到现在 一点都没有进展了 但是他有顾忌 他顾忌张铁森这个人 至于背后有没有猫腻 他不知道 所以不能胡乱猜测 但是张铁森 却是极力支持与三星合资的 因为三星答应他来担任 合资工厂的中方总经理 郭剑问道 嘉信与香学海合资 市里指派张铁森到合资工厂 担任中方总经理 你们没有意见 要能合资成功 我们希望由嘉信实业控股 既然是以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 管理层都得由董事会委任 哪有个别股东 直接指派管理人员的道理 他们推荐 倒是可以认真考虑 只要张铁森够资格 能与我们的陶总合拍 请他也未尝不可 郭剑看了陶星剑一眼 心想他要能出任合资后香学海的总经理 对香学海自然有利 只是张铁森必不会屈居他下 如此一来 不管张铁森是不是跟三星早有勾结 他都不会支持香学海与嘉信实业合资 郭剑犹豫的说 张铁森可不是一个会因公忘私的人 张克知道郭剑的顾虑 嘉信中途介入 要是谈不成 拍拍屁股就走了 一点后患都没有 但是郭剑他们还要留在会山 留在香学海继续讨生活的 张克淡淡一笑 说道 我不能给你们什么承诺 那就成了私利协议了 我没有见过张铁森这个人 对他也不了解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 他只手遮不了整个天 郭剑问道 有一个问题 一直想问张先生 你们说 爱达电子与月秀公司是什么关系 大家开诚不公地畅谈这些天 这一点倒不虚瞒你们 明面上 月秀 香港 只是向爱达电子代理销售 TI公司的解码板 实际上 两家公司的创办人是相同的 都是张先生你们 倒也不能这么说 大家的努力 只是我 占了很大的便宜 张克很平静地说着 陶行健去年无法在会山立足 在去嘉信之前 就在爱达电子帮忙 郭剑点点头 张克这么说的意思 他是明白的 嘉信实业介入失败 他们在会山无法立足 还可以选择去海州的爱达电子 没有后顾之忧 倒是可以为香学海的利益争一争 他说道 这份方案 我们可不可带回去看 4月13日 听起来 对张铁森 绝不是什么好日子 暂停一周 明天就要开始与韩方代表 进行第13次的谈判 张铁森将谈判组的成员召集起来 召开一个内部会议 统一一下思想 为了使这次统一思想更有效果 地点没有选择在场子里 而是借用市政府办公大楼的会议室 市里除了他之外 还有市清工局的副局长费行伟等人 香学海电兵香场有8人 可谓阵容庞大 所谓的统一思想 就是在谈判时 不得随便发言 更不能与韩方代表争执 费行伟倒是不管 只要方案在市里 省里能通过 怎么谈都行 韩方代表 在原来给省里驳回的方案基础上 寸步不让 无非是考验惠山市 与省里招商影子的耐心 张铁森竟然还要统一思想 禁止谈判组其他成员 与韩方代表争执 真不晓得 他是中方代表 还是韩方代表 费行伟心不在焉地坐在那里 注意到左手边的郭剑 再翻一份文件 只当他也听腻了张铁森的废话 看别的文件打发时间 歪过头来看了看 看什么 郭剑不动声色地 将家信实业提出的合资方案 递给费行伟 费行伟越看越心惊 赶忙将文件推到郭剑面前 仿佛是只烫手的山芋 急切之下 动作未免恍然了一些 引起张铁森的注意 老费在看什么东西 这么津津有味 张铁森年前刚提的付出 费行伟则是老油条 只要他能在谈判时 一直保持沉默 也由得他在下面 搞这些没用的小动作 这也只是随口一问 郭厂长让我看的东西 我就看看而已 费行伟急着撇清自己 才引起张铁森的注意 对郭剑 张铁森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直接说道 现在开会 看什么东西 拿给我看看 是不是跟明天谈判有关的东西 为什么谈判要不成功 偏偏就是你们香雪海 自己的人不上心 郭剑轻轻吐了一口气 将文件递过去 这份材料 正想在会上提出来 张处长要看 那你就先看看吧 张铁森接过文件 才翻了两页 就勃然色变 恶恶狠地盯着郭剑 大声咆哮 我早就警告过你们 谁要想做第二个陶行剑 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份东西提什么铁 花得撕成两半 又拼命撕了几下 将纸片都丢到郭剑的脸上 第348章 背后的人 张铁森仿佛给捉住痛脚一样的突然失控 暴跳如雷地 将文件撕成碎片扔到郭剑的脸上 雪白的纸片撒了一地 在座的谈判组的其他成员 都觉得太突兀 不晓得郭剑拿给张铁森看的是什么东西 竟然能这么彻底地激怒张铁森 看着张铁森瞪大眼睛盯着郭剑 好像要将他吃下去一样 有人想拾起地上的碎纸片 想看究竟是什么东西 看什么看 张铁森猛然一拍桌子 又吓了众人一跳 也有人不买他账的 香雪海下属冷贵分厂的厂长林国栋 慢悠悠地将几张碎纸片摆到桌上 想拼起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材料 说道郭厂长难道拿出来的是反政府的材料 要真是 也不该撕碎 可以当证据保留下来 撕了干嘛 他是全国劳模 又是省政协委员 冷贵分厂 原来是独立的会山制冷设备厂 92年才让市里并入香雪海厂 首先 他对香雪海的感情 不比郭剑他们浓厚 他平时只负责冷贵厂的生产 对市场也不是那么敏感 对韩方提出的合资条件 虽然觉得有些苛刻 倒也没有太强烈的抵制情绪 再说 人都是有私心的 合资之后 进入合资工厂 个人收入能提高一截 倒是他对张铁森这人不喜欢 只是平日时 谨守宁可得罪君子 不可得罪小人的信条 不跟张铁森起冲突 但是郭剑好歹是香雪海的副厂长 竟然给张铁森将纸片扔他脸上 郭剑给张铁森突然的失控 搞得有些发懵 他却先看不过去了 林国洞 张铁森无法控制他的情绪 嘉信实业介入 是他所能预料到的最坏情形 他没有想到 嘉信实业早就跟谈判组内部成员有勾结 还亏他一而再 再而三地统一思想 郭剑的行径 让他以往所努力 竖起的权威轰然崩塌 又让他万分地恐惧 但是林国洞的行为 却确实伤了他的自尊心 声音毫不节制地提高了八度 不要给你脸不要脸 你当自己是谁 郭剑要做第二个陶行剑 你要跟着他一起破坏招伤影子 林国洞气的脸上肉直跳 将桌前的碎文剑推到地上 这鬼老子东西 谁要看 谁破坏招伤影子 也不是你这个奶炮说的算的 手撑着桌子 站起来就往外走 你给我站住 张铁森让他一具奶炮戳到痛脚 跳过来要抓林国洞 你说什么 你污蔑我什么 我跟你到周市长前坪里去 林国洞腿脚不比张铁森灵活 两人作为挨得又静 没等他打开会议室的门出去 就给张铁森攥住衣领 正闹得不可开交 会议室的门给人从外面推开 开会的声音能不能小一些 整层楼都听见了 小你妈 张铁森正在气头上 脏话脱口而出 等看见推门的人 是赵阳书记的秘书马瑞 已经来不及收口 赵阳与市委秘书长 郝建设站在门外 俩人的脸都阴阴的 尤其是赵阳的脸 阴沉得更可怕 想必他们在门外听了好一会儿 赵阳书记身边还有几个人 张铁森当时在梅林边的国道上 没有看见叶剑兵的脸 但是后来看过他的照片 所以认出叶剑兵 叶剑兵旁边 比他要年轻得多的青年 应该就是张克了 那国道编鱼人 惊艳之感的许思 张铁森再没有心情欣赏佳容 这单 他腿都有些发软了 都不敢主动跟赵阳的秘书 马瑞道歉 什么工作作风 大吵大嚷的 要吵都给我出去吵 赵阳正陪叶剑兵 张克参观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 没想到这一幕闹剧 给客人看到 丢进会山的脸 压住心里的怒火 低声训斥 张铁森吓得不敢动弹 市委秘书长贺建设走过来 压低声音训道 还不都出去 张铁森不敢辩驳什么 只得先出去再说 与张克错身而过时 看到他嘴角边浮起的浅笑 只是将头撇开不看而已 郭剑他们 将地上的碎纸片拾起来 也跟着出去 赵阳书记在场 多说一句 就是找骂的 不过看到张铁森 有如丧家之犬 心里非常的痛快 两天前 张克才说 张铁森之手 遮不住全部的天 没想到张铁森的报应 还真是快 张铁森当然没有到办公楼外面 与郭剑 林国栋他们继续吵 给赶出会议室 惶恐不安地跑到周景于办公室 将事情说了一通 也不敢隐瞒什么 只是将郭剑 林国栋 说得险恶了一些 他们纯粹想要破坏市里的招商影子 赵阳书记有客人在 你对马秘书说粗口 让马秘书 赵阳书记 怎么下台 你等会儿去找马秘书道歉 再到赵阳书记那里 深刻检讨一下 那合资的事情怎么办 他们是要走赵阳书记的路线 没有的事 不要瞎猜测 去年方案给徐学平驳回 他们就是有预谋的 这之前是猜测 但是事情已经到这步 还是猜测吗 张铁森忍不住争了一句 周景于倒是没有怪他 轻叹了一口气 说道 你做事的方法有些问题啊 合资的事情拖得这么久 能有第二家企业 有跟湘学海合资的意愿 市里怎么可以拒绝 你要是不闹 事情都不还你的掌握之中吗 该怎么谈 合资方案该怎么评估 不都是谈判组决定吗 赵阳书记向来不插手市政府的事 那是他一直没有插手的借口 现在有些被动了 张铁森一愣 想起离开会议室里 张克嘴角狡诈的浅笑 忍不住抱怨 那个张克让湘学海的那个副厂长 给我搞突然袭击 他们是有预谋的 就是想我在赵书记面前出丑 也是一时给气昏了头 但是林国栋说那么恶劣的话 那是在攻击周市长你啊 我哪里能控制得住不生气 赵阳书记的办公室在十二楼 他们能知道你什么时候失控 正好引着赵阳书记 那时经过会议室外 没有的是 不要胡乱想 周锦鱼也有些恨铁不成钢 不过要照顾他的情绪 安慰他说 先想想把眼前的局势收拾好吧 实在没有办法 合资公司的总经理不当也罢 等以后有好的位置 我再安排你过去 张铁森迟疑着 周锦鱼这话是示弱了 周锦鱼见张铁森这副样子 问他 你是不是收人家好处了 张铁森一惊 忙矢口否认 没有 绝对没有 周锦鱼盯着张铁森的脸看了一会儿 才挥手 让他离开 坐在椅子上想了一会儿 将前后的事情仔细回味了一下 拿起桌上的电话 拔了一个省城的电话 锦鱼 怎么突然想到 无所事事的大哥来了 电话那头 是个带着些沙哑的声音 只是想跟大哥说一声 徐学平未必是大哥想的那种人 我在学校里太长时间了 老子都有些迟钝了 徐学平怎么不是我所想的那种人 大哥之前说过 徐学平刚则一折 现在看来 他也摆折成绕纸柔了 这两年发生很多事情 就连谢婉晴都跟谢家撕破脸了 看不透的东西多了 我跟他认识了三十年 一起给下放到海城农场 我还救过他一命 他最后还不是坚持要查我 要不是上面有人干涉 他会容我回学校教书为生 这是我第一次 看不透他没想到那件案子结束 他也阴魂不散地跟着 也到东海来 既然有第一次看不透 接下来看不透 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让你想起 这时候要跟我说徐学平 三星与湘学海合资的事情 大哥有没有听说过 有听说过 合资方案让徐学平给挡了回去 不过谢汉静上回到我这里来做客 谈了很多事情 却是没有提正泰集团 跟着合资的事情有关系 跟正泰集团是没有关系 只是想跟大哥说 徐学平是有利益牵扯 才插手这件事的 那你说来听听 我也想看看 徐学平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 第三百四十九章 恶婆娘 周锦鱼在电话里 将他儿子谢建南告诉张铁森 又经张铁森转述给他的一些分析说出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 才说道 这个叫张克的 是不是跟建南有些一级之争的那个少年 有机会 倒可以见一见 这事情前后缜密 不似徐学平做事的风格 徐学平做事不会这么曲折 而且 他是一省之长 真有利益牵扯 为何要去趟会山的浑水 要不是背后有徐学平支持 凭一个少年 能有多大的作为 周锦鱼说道 即使这少年在商业上有些天分 做出了些事情 但是背后 要没有徐学平替他撑腰 他能挡得住 别人从他手里将桃子摘走 当年我就是一己夺人 认定徐学平不会查我 才不得不窝在大学里教书为生 电话那头 声音带些沙哑 即使听声音 也能想到电话那头的人浅笑 这个少年不简单 这算如此 你以为他 就是徐学平的傀儡 也未免太武断了 要看清这是很简单 省里 毕竟不能事事管着事情 合资的事情 你那边的态度可以坚决一些 看徐学平什么反应 万一关系搞僵 哼 那就牺牲个替死鬼好了 电话那头的声音 听起来又阴柔了一些 恶人让别人去做 就你的态度 无非是一个托字 对合资的事情 慎重总不是大错 看徐学平会不会跳出来 就算徐学平硬要扯到你头上 我们周家又不会怕他 他早些年一直在政法系统里 查了那么多人 有倒下的 还有是他查不倒的 他要是一步 跳到中纪委去 还就难办了 他偏偏留下来当省长 只能算他的失策了 地方上的水 有哪么干净吗 周景瑜挂了电话 刚要礼一礼头绪 敲门升起 却是赵阳的秘书马瑞 过来通知他去赵阳办公室里 周景瑜站起来 手撑着办公桌面 想了一会儿 才说道 我就过去 在马瑞眼前 周景瑜手撑桌面的动作 有些男性化 与他强势的姓客颇为契合 在官场上 像周景瑜 这样的高位女性 已经是凤毛麟角 身处这个男权绝对强势的世界里 没有强势的姓客 女性是很难立足的 只是性格强势的让人受不了 马瑞没有多说什么 先退了出来 张克与许思 这次随叶建兵到惠山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来拜访赵阳 是作为家姓实业股东的身份 为合资一事 与惠山方面做正式的接触 赵阳的态度模棱两可 只是说会郑重推荐给市长周景瑜 他与周景瑜分工明确 陡然插手招商引资的事情不大好 照顾周景瑜是个女同志 领着叶建兵张克到楼下去找他 恰好亲自陪同叶建兵 张克他们参观一下 才启用不久的新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 经过市政府小会议室外的过道时 恰听见张铁森在里面咆哮 在外面听了一会儿 非但不见里面安静下来 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赵阳才忍不住让秘书马瑞推门警告一番 没想到马瑞推门刚说一句话 就无端挨了一句骂 赵阳再好的脾气都没法有好脸色 周景瑜那里也不去了 赵阳又领着叶建兵张克 许次他们回办公室 周景瑜办公室里的电话战线 赵阳就让马瑞直接下楼 去找他上来说话 周景瑜比男人更强势的性格 让赵阳也相当头疼 赵阳到惠山之后 就不认为到惠山当市委书记 与周景瑜搭班子是份忧差 与周景瑜闹得太凶 他也落不到好名声 欺负妇女而已 要是软弱一些 周景瑜很会就是爬到他头上 周家与徐学平的有些恩怨 张克并不是一点没有感觉 只是不清楚详情 那是因为徐学平不想提起往事 谢婉晴也不会阅祖带袍的 告诉张克这些恩怨 赵阳倒是知道一些 周景瑜的大哥周景喜 在调往中组部之前 给当时在同省任纪委书记的徐学平挡了一挡 不得不从谋省组织部长的位子退下来 那件未经历案就撤销的案子之后 徐学平给调到东海任政法委书记 那时徐学平之子徐志明 在东海省创建海域公司一事 应该早就到中组部报备过 就当时的组织原则 也是要求能回避则回避 不能回避才做特殊力处理的 徐学平原本可以不到东海来任职 大概是有谁想看他的好戏 徐学平身居高位 有人敬他 为他 但他却与其他官员不大合群 一方面与他的个性有关 一方面 在他那个层次的官员 多少知道些 水深水浅 赵阳是省常委班子的成员 关于星光之夜 锦胡的事情 自张克向省纪检部门 组织报备以来 他惜之详情 报备材料之外的关系 他也能猜到一二 叶建兵领着张克找上门来之前 赵阳还是很期待 与这个拥有堪称商业奇迹之首的少年 见上一面的 这一面果然不让他失望 显然这个少年向省里报备的材料 还不是全部 只是月秀 香港 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 入股嘉信实业 并不在报备的范围之内 而且这少年迂回借到香港的上市公司 欲将香学海揽入怀里 而将三星挤掉 正值香港回归前夕 借的又是香港葛家葛锦城的名头 气魄 谋局 都让人叹服 赵阳翻看嘉信实业拟定的合资方案 眼角余光却在打量张克 见他气质沉静如坐闲庭 叶建兵倒是显得有些急躁 略有不如 要不是早看过张克的档案 真不幸他只是十八岁的少年人 赵阳还想到另外一件事 张之行应该已经到省委党校学习 学习之后 就应该要调出海州 要是能把他调来惠山任职 会不会相当的精彩 赵阳对周景瑜是相当的头疼 能将一个会让周景瑜头疼的人 掉入会山市 真是很值得期待 赵阳这么想着 嘴角不自觉地浮出一丝浅笑 东东 敲门声才响起两声 赵阳刚抬头 就看见周景瑜推开门进来 赵阳书记 你有事找我 眼睛却瞅到沙发上 坐着的叶建兵 张克 许思身上 眼光落到许思的脸上 却是一条 认识哪个女人看到许思如此艳美的荣光 都会感到一次 区别只在于 有的人是感觉刺眼 有的人是感觉刺心 从周景瑜进门的细微处 张克便能出示他主动 而强势的性格 这种信客 颇不受人欢迎 但一个女人要挤上如此高位 没有这种性格 却是不行 周市长 请你过来 是给你介绍几位朋友 赵阳笑着站起来 恍然当刚才张铁森的事情没有发生过 这位是盛心环球的叶建兵先生 这位是香港月秀公司的许思小姐 许小姐何时成了香港人 周景瑜眉头一挑 定睛看着许思 话里一有所指 许思没见过如此强势的女人 只觉得她的眼光刺人的厉害 第一句就不音不扬的 就将她抵在那里不得下台 心里异常的难受 她最怕别人提救事 却料不到周景瑜会是如此一个人 敢请香港公司到惠山 来投资要先过正审这一关 带赵阳介绍过来 叶建兵 许思一次坐起来 张克正待站起来 听到周景瑜这一问 就知道她的不善 索性坐着不动 不音不扬的回了她一句 刚才嘉信实业提交给谈判组的合资方案 给当众撕毁 难道是这么缘故 我们除了代表月秀香港公司 拜访惠山市政府 还代表嘉信实业的另一家股东 拜访惠山市政府 葛信实业董事长葛明德先生 有事未能践行 我已经照阳书记说明 正值香港回归前夕 两地资本来往密集 这是中央最高层推动的事 周景瑜至少在这个时候 担不起这恶名 更何况 嘉信实业 是香港葛家一系的上市公司 月秀公司 不过第二大股东而已 张克想不到这婆娘还真是凶恶 看来就算嘉信实业 与香雪海合资成功 为了预防这婆娘被地里做手脚 月秀一时 还不能去增加信实业第一股东的位置 至少要让葛家在前面帮着抵挡一阵子 等香雪海成了气候 才不用怕这恶婆娘 第三百五十章 针锋相对 张克初来时谦和沉静 与周景瑜一见面就锐气刺人 毫不犹豫地反击周景瑜对许斯的挑判 赵阳倒没有见过周景瑜 当场给人拿话顶住的情形 心里畅快 也不帮他解围 只在旁边静看着他的脸微微胀红 想必他心里极为不爽吧 张克沉静地 注视着周景瑜 两家都已经撕破脸 自然不用给周景瑜什么好脸色 给张克这一击 周景瑜气得差点避过气去 好一会儿才缓过神 恢复镇定的神色 说道 你说嘉信实业的合资方案 张秘书跟我提起过 在香学海与三星的合资谈判 走到最后一步之时 嘉信实业突然介入 总给人太突兀的感觉 而且 张秘书是谈判组的组长 合资方案倒是比下面人晚看到 心里自然有些不痛快 我看张秘书倒不会拒绝善意的投资 香学海合资一试 市里已经将全力下放到谈判组 至于欢不欢迎嘉信实业的介入 一切还要看谈判组的意见 张克不明白 周景瑜 为什么要把张铁森放到火上烤 周景瑜这番话 虽然将赵阳与他自己 都撇出合资谈判之外 他却可以通过张铁森 继续控制谈判的进度 但是今天的情形已经不同 谈判组之内 张铁森本无微信 只是依仗周景瑜的强力支持 今天这一闹 只怕让他最后一点微信 都荡然无存 还与其他成员搞得势如水火 谈判组之外 他只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而已 要再无理取闹 赵阳会心词手软 除非韩国三星做出重大让步 提出与嘉信实业相近的合资方案 实在想象不出张铁森能发挥什么作用 既然周景瑜要将张铁森放到火上烤 那也由着他 毕竟是他的人 他自己会处理 张克中从沙发上站起来 对着周景瑜 赵阳说道 那就好 赵书记 周市长 我相信谈判组会忠实地维护 慧山市与香学海的利益的我们 不仅香港葛明德先生 孙尚义先生 亦有叶家叶祖范老先生 之所以选择支持嘉信实业 介入香学海 虽然有突兀 但最终之缘由 还是不希望 这一著名的民族品牌 就这么轻易的陨落 我们在合资方案里 提出三条有利香学海的条件 其一 以发展香学海品牌 毅力世界企业之灵为己任 嘉信实业承诺 不会再关联企业 发展其他品牌的白电产品 其二 香学海为国内持名商标 其商业价值不容忽视 嘉信实业愿意谈判时 合并计入合资资产 其三 无论是现在 还是将来 嘉信实业在惠山的投资额度 不会低于韩国三星 香港回归在即 由港资入股合资 终究是国人之企业 惠山市政府招商引资之际 难道不考虑扶持一下民族产业 周景于嘴角浮出一丝冷笑 没有说什么 赵阳道觉得 张克很有演讲的才华 又高举民族企业振兴的大旗 让人觉得拒绝他们的合资方案 简直就是民族的罪人 又将葛家 叶家推到前面 周家 谢家与他有戏 难道还要因此 牵扯到葛家 叶家身上去 赵阳道想看看 周景于会如何的虎脚蛮缠 赵阳也不含糊 当即表态 说道 我代表惠山市 欢迎嘉信实业到惠山来投资 周市长 关于合资的事情 你亲自给谈判组打声招呼 让嘉信实业与三星公平竞争 势力绝不偏袒哪一家 公平竞争 那是肯定要的 周景于说道 嘉信实业提出的方案颇为动人 但是以嘉信实业的实力 能不能让这三条逐一实现 却是谈判组要仔细考衡的 周景于倒是不笨 一下子就抓住嘉信实业最大的弱点 招商引资 也不纯粹是吸引资金 还是要借鉴学习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 与管理经验 为了这个缘故 即使付出些代价 也是值得的 与三星合资 湘雪海或许有些不利 但是合资工厂在惠山 招工 是招惠山的市民 税收 试入惠山的财政 这都是谈判组所要考虑的问题 而不是嘴巴上说的动听 赵阳说道 周市长能全盘考虑 那是再好不过 张克没有多说什么 在这里没有什么好辩驳的 周锦鱼显然也不想在赵阳的办公室多停留 旋即离开 晚上 在惠山南郊鸡首山上的一处名为紫竹阁的山庄酒店 宴请赵阳 原打算在惠山大酒店请宴 赵阳说 惠山大酒店人多眼杂 不如紫竹阁亲近 张克 叶建兵到惠山来 都没有听说过什么紫竹阁 既然赵阳推荐 也有不给面子的道理 去驱车前往 盘山公路上去 是处幽静的所在 各处痕迹都很新 是家新开没有多久的酒店 却没有浮潜的感觉 使人觉得 亦如紫竹阁的总经理赵子身上 所散发出来的气质 新子与孙敬香年纪相仿 不过赵子的容颜更加无厌一些 都是美丽的女人 虽说许丝的容貌更加精致一些 但是她今天让周锦鱼的话刺到心里 此时还郁郁难解 神色有些暗淡 静静地站在张克的身边 话狠手 张克原来让他先回 惠山大酒店休息 只是他觉得 在张克会更安心一些 到了这处幽静的所在 才稍稍缓一口气 低声对张克说 惠山大酒店过于福利 要是住在这里便好了 张克轻轻地握了握他的手 紫竹阁今晚没什么客人 听赵子说事 听到赵阳要过来吃饭 其他人在打电话来预约时便推说已经预约满了 入席时赵子也入席陪同 赵阳能将他们领到这里来吃饭 真是意外之喜 但是赵阳与周锦鱼在惠山玩平衡这么久 大概也不会为了合资的事跟周锦鱼直接起冲突 这么看来 张铁森还真是很关键的一个人物 席间 张克问紫竹阁有没有客房 赵阳替赵子回答说 一般人倒是不推荐的 紫竹阁还有不错的温泉 叶剑冰第二天起早就离开惠山 孙靖香中午才离开惠山 那辆银灰色的VS40虽然不是很高档的车 但是在惠山还没有看到同样的车型 太过显眼了 张克就托孙靖香将车开到省城去 他会与许司在惠山再留几天 看看谈判的情形 再决定去留陶行舰 傅家俊继续住在惠山大酒店 张克则与许司则住进紫竹院里 一处独立地用尽心思的小院子 温泉水直接引入院子里 还拖赵阳的关系 借了紫竹阁的一辆车用 4月18日 在各方面的推动之下 新光职业与省林夜厅 省国有林场管理局 签署一系列的合作协议 新光职业直接增资 控股原国有林场管理局所属的种苗基地 归醒国有林场管理局 直接管辖的6家国有林场 以林地使用权入股 新光职业以现金入股 合资组建银林公司 这一合作模式将迅速复制到 市县两级的国有林场 新光职业将在两年时间里 向这些合资分公司 投入总额达2个亿的资金 配合省里的公益林种植计划 争取在98年之前 消除国有林场内的宜林荒山 银林公司将吸纳省森工企业 分流下岗的林业工人 以40万亩的银林规模 可以吸纳两三千名林业工人 这还仅仅是第一步 新光职业与省林业厅联合向外公告 新光职业接下来 还将与小江中上游地区的各地政府 与林业局合作 两年规划内的银林面积 更是高达百万亩之多 并在中上游地区林渊地附近 则得筹建国内最大的木江生产基地 3月初 省里自爆林业系统数字造假大案 引起极大的震动 省林业厅 各地林业局官员调整的动作之大 是东海省历来少见 至少让原林业系统内存在的那层利益链条 彻底的支离破碎 而且省检检部门 又着重查处林业系统内的贪污腐败案子 谁也不晓得会扯出多大风波 省市两级知道内幕的官员 自然知道星光职业此时的动作 有为省林业系统迷落补缺的意味 谢建南听到这个消息 完全不清楚张克出于怎么的判断 才卖出如此大的步伐 就算为徐学平的政绩考计 也没有必须拿几亿 几十亿的资金砸进去 就算要上林纸一体化项目 以星光职业的造纸产能 也只需要二三十万亩的林地就足够了 就算三月初不从井湖撤股 就时候也会给逼着从井湖撤股的 谢建南第一次看不透张克的意图 第351章 谢家的隐忍 4月18日 星光职业与省林业厅 联合向外界发布协作的消息 谢建南当时在海州筹备 在釜天大厦家电卖场 他随后接到他父亲谢海明的电话 让他与谢瞻晚上赶回会山 谢建南接到电话 没有耽搁 打电话让谢瞻立即过来跟他会合 天黑之前赶回会山 赶回家 却看到一个意料不到的人 大舅 你怎么过来了? 周景喜今年56 比徐学平少一岁 人高且瘦 头发花白 却像七十古戏的绝朔老者 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却没有老年人的浑浊 给人的印象最是深刻 谢建南记得他大舅自从到东海大学任教之后 就没有到会山来过 我怎么不能来? 周景喜笑着问 谢瞻怂怂间 他也有些时间没看到周景喜了 走过去 亲热地说 我请周伯到会山来 周伯哪回答应过我 今天怎么就过来了? 除了周景喜 二叔谢汉明 三叔谢汉静 以及平贝里相对杰出的谢晚山 谢义都聚在这里 又说道 大家不会为 那个鸟毛 都没有长齐的小屁孩子 聚在这里吧 真要能这么轻视 他就好了 谢汉明轻叹了一口气 示意谢瞻 不要胡乱说话 我妈呢? 谢建南问他父亲 在市里开会 还是为香雪海合资的事情 应该就要回来了吧 谢汉明声音刚落 就听见有汽车驶入前院 周景欲 捧着脸下了车 朝唐屋走过来 周景欲看见大家都聚在客厅里 努力让自己紧促的眉宇稍缓 说道 赵阳是省常委班子成员 星光职业 与省林夜厅在谈合作的事情 他早就知道了 张克 叶建冰 这次来会山 也是先跟他接触 今天的会议 还是讨论香雪海的合资 赵阳没有参加 但是好建设参加了 看着星光林夜 与林夜厅合作的事情定下来 赵阳也像吃了颗定心丸似的 开始明显的偏向他们那边了 谢汉明说道 香雪海的问题 我不清楚你们以前是怎么想的 现在情况很明显了 星光职业的动作之大 之迅速 大家都吃了一惊吧 省林夜系统捅出这么大的篓子 他们明显是给省里迷落补缺的 而且一出手就是六十亿的大手笔 就是省委书记陶敬也要成其情 在香雪海的问题僵持下去 意义已经不大 惠山市在合资的问题 即使不能偏袒家姓什叶 也不可能去偏袒三星 不然只会引起省里的不快 这次将不仅仅是徐学平一个人 谢剑南低着头 香雪海合资这件事 从头到尾都没能给张克制造实质性的障碍 多少有些不甘心 谢汉静说道 香雪海的事情 毕竟与我们关系不大 能挡一下则挡一下 不能挡就算了 让大家过来 而是要检点一下 我们以往可能存在的过失 我与海州市委书记周富明通过电话 我们从景湖退出来之后 婉晴也将海域公司的股份 从景湖都撤了出来 他这么做的意图是什么 要是他认为自己跟谢家还有些牵连 才这么做的话 我们就要小心了 三叔是说 谢婉晴撤出股份 是方便张克那小子 对我们下手 当然 也可能纯粹的 为了星光纸夜 与省林夜厅的这次合作 徐学平是那种吃完饭 还要在脸上抹三把 就怕米粒沾到嘴巴上的人 周景喜慢悠悠地说道 他习惯救别人的小辫子 别人救他的小辫子 就很难 谢建南听出些味道来 诧异地问道 三叔的意思 是要我们隐忍 谢汉静淡淡地说 此时的徐学平如日中天 国务院主事的那位 也欣赏他这样的人 不管他多有招人记恨 这届之内 不要想有机会扳倒他 而星光纸夜 竟走出这一步大棋 也出乎人的意料 大规模银领还是其次 规划中规模达五十亿的 至江项目 才是天大的馅饼 会吊住省里多少人的心思 五十亿 谢建南不屑地说 那根本是在胡吹一起 不管他是不是在吹牛 但是眼下 你不能说不信 星光纸夜 毕竟拿出真金白银去植灵 而且一出手就是两亿 救了省里的急需 张之行到省委党校学习 再次破格提拔 他几乎是肯定的 谢汉静侧过头来问周景喜 周大哥 你觉得我们眼下该怎么做 即使徐学平与周景喜 关系破裂之后 对谢家还是信任的 谢汉静想起 当时周景喜 对徐学平下的断语刚则一舌 可惜呀 徐学平干未辙 官途却越来越顺畅了 徐学平不是糊涂人 只是隐忍着不发作而已 但是晚年丧子之痛 绝不可能无声无息就抹平的 谢汉静扫了老二谢汉明一眼 心里有些痛惜 这周徐两家的恩怨 你谢汉明就应该撇清掉才是 周景喜沉吟片刻 说道 让徐学平马上就下台 不大可能 只能尽可能快的 让他离开东海省 这点倒不难操作 当初调他来东海 中组支部可是有些疏忽的 既然能发现疏忽 纠正过来 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那之前 我看就不要跟他们 有什么意气之争了 紫竹阁别院的小庭里 花园整治的很别致 有几种张克叫不出名字的 紫色花朵一起开放 在张克的印象里 只有英国人是花园狂 国内倒少见这么别致的庭园 许司却很喜欢 不过许司更喜欢张克 在海州给他准备的那栋宅子 只可惜 能住进去的机会实在太少 紫竹阁就是有客房 也是给特殊客人准备 拖赵阳的福 张克与许司 住进一栋 引入温泉水的庭院里 这些天 张克就一直陪许司 留在这里散心 谈判的事情 自然由陶行舰 傅家俊负责 他不用操心 到时十六日孙上医到内地出差 他还在紫竹阁接待了一下 这几天 倒没有下机首山半步 天色明暗 张克与许司从山道散不归来 他要是知道 谢汉静今夜 因为他将谢家的主要人物都召集起来 就足以自傲了 张克不知道这些 倒是今天星光纸夜 与省林夜厅的合作消息 向外界发布之后 赵阳打电话过来的声音 又轻热了一些 还让市委秘书长 带他去旁听了谈判组内部的会议 看来合资的事情 很快就有进展了 事情会不会顺利 许司半衣在张克的怀里 抬头看着他 鲜嫩花瓣式的嘴唇 带着淡淡的忧心 你说那个恶婆娘啊 张克审然一笑 他要是争些义气 还真就好办了 低层次的矛盾 总是好解决一下 大不了兵来降党 水来吐烟 有些层次的矛盾 就不是人力能干预的了 国内的法律与金融秩序 还带有太多的随意性 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也不为过 不过现在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张克淡雅自信的气质 在许司看起来是那样的迷人 倒是在这幽静无人的庭院里 可以肆无忌惮地依偎在他的身边 脚步声渐进 许司稍离开张克的怀抱 使傅俊走过来 他会刻意加重脚步 免得许司难堪 赵书记到紫竹阁来了 傅俊进来说道 哦 我跟许司马上就过去 张克与许司去见赵阳 赵阳与紫竹阁的老板赵子 在茶室里喝茶 手握在一起 看见张克进来 才分开手 笑着说 山中生活如何 倒是你们俩人耐得住性子 还亏我让赵子给你们准备步车 你们竟然一次都没有用过 山中血液 又不比赵书记日理万机 躲在山里逍遥而已 让人羡慕死了 赵阳这么说 只是让赵子好受一些 你躲在山里安静 外面可是热闹 星光纸夜抛出六十亿的项目 可真是一枚重磅炸弹 听老好说 周景瑜今天开会时的气势 就弱了很多 我看嘉信石叶 与香学海的合资 大有可为 还不是老赵书记多费心 张克嘴角扶着浅笑 周景瑜的退让 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赵阳并没有实质性的倾向他们 他这时候 只是说些讨巧的话 不管怎么样 在别人眼睛 自己背后始终站的是徐学平 不是旁人 第352章 徐学平的退役 让人羡慕死了 赵阳这么说 只是让赵子好受一些 你躲在山里安静 外面可是热闹 星光纸夜抛出六十亿的项目 可真是一枚重磅炸弹 听老好说 周景瑜今天开会时的气势 就弱了很多 我看嘉信石叶 与香学海的合资 大有可为 还不是老赵书记多费心 张克嘴角扶着浅笑 周景瑜的退让 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赵阳并没有实质性的倾向他们 他这时候 只是说些讨巧的话 不管怎么样 在别人眼睛 自己背后始终站的是徐学平 不是旁人 张克知道 他们与赵阳并不是一体的 有时候只是互相借识而已 这已经足够了 赵阳夜间另有安排 无暇久留 面红耳赤 带着危罪的步态 乘车而去 吃过酒 最好的消遣 就是品茶了 在紫竹隔住了几天 与赵子倒是吉熟 夜里无事 三人倒是经常坐下来喝茶聊天 赵子是赵阳在新阳县当县委书记时认识 随后赵阳每到一地赋任 他便去那里开一家紫竹隔 这里已经是第四家了 许司倒是与孙靖湘 赵子很是头气 大概有惺惺相惜之连 许司也喜欢与赵子在一起 今天赵阳过来 紫竹隔没有多少客人 夜里山上幽静 坐着喝茶 听着山间不知名的虫鸣鸟唱 十分血异 带酒醒去 张克 许司与赵子告别 回到他们住的独院 许司对张克说 等事情都定下来 我就在你长落脚的地方开茶室 酒吧 你到哪里 我便跟着去那里 夜里便在茶室 酒吧等你喝杯茶 饮杯酒 再放你离开 谁的生意也不去做 有那么糟蹋钱呢 张克将许司娇软的腰肢搂在怀里 凝视他沉静的眼眸 他身体散发出来的气息 不是那种繁荣喧哗中的惊艳 而默然回首灯火阑珊的幽魅 在孤寂中 慢慢地展开无尽的魅惑 一切只要你高兴就好 钱就是用来糟蹋的 许司嫣然一笑 双手长过张克的脖子 那我就当你答应了 身体溢在张克的胸口 却是脸上流露出的纯真气息 让张克心惊摇荡 张克最看不得许司忧伤的样子 那种忧伤受让自己也十分的心痛 只是在外人面前 他总是拘谨着自己 张克手指倾托着许司滑腻郁润的下汗 凝视着他深邃如叶的眸子 说道 要我答应你 今天你还得陪我一起泡温泉 不要 许司娇笑着转身往屋子里跑 在温泉浴室 张克拦腰将他搂住 看着他出血一般静白肌肤 浮出醉酒后的微红 眼眸焕发迷离的光芒 那散发着无尽妩媚的容颜 尤其的醉人 你真让人迷得出不来啊 闭上眼睛好吗 许司感觉到 张克脸凑过来淡雅而灼热的气息 听话的闭上眼睛 却觉得张克的手陡然一松 身体就自由落体地坠入温泉池里 啊 许司尖叫着 从温泉池水里挣扎着坐起 才看见张克一脸坏笑的 站在池中央 看自己出丑 你 许司又好气又好笑地扑过来 要把张克扳倒在水里 带起水花如玉 给许司的温润如玉的四肢缠上 张克很顺从地让他得逞 倒入水里 与许司嬉闹起来 山中无日月 却总不能在紫竹阁一直厮守下去 4月20日 张克接到他妈的电话 说是省城的房子选好了 要他过去看合不合意 许司回内地有十天了 何况许位知道 许司回内地 总要回趟海州 才能再去香港 他们在惠山没有车用 20日 让马海龙到惠山来接许司回海州 张克由傅骏陪着去省城 至于在省城购房的事情 老妈既然开口了 就要过去看一眼 意见是不敢提的 梁格珍看中的那套房子 位于小江的南岸 站在别墅庭院里 可以看见辽阔而苍茫的江面 小江横川建业市区 将建业市区分为江南 江北两个区域 近两公里开宽的江面 只有一座大桥相连 相比南岸的繁华 北岸落后的跟农村似的 只有大桥北路沿街有些店铺 其他地主都很荒凉 倒是近几年 南岸经济发展起来之后 感觉到明显的庸致 逐年增加对北岸的投入 不仅东海大学的新校区 则只建在北岸 连气象学院 旅游学院这些二类的高校 都迁到北岸去了 还正在圆渡江大桥下游 考察新的建桥地址 近几年 小江水浑浊不堪 但不禁看 还算景色辽阔 不远处就是在暮色里 清脆欲滴的柿子山 张克过来时 天色向晚 山体给蒙着一层亲爱的雾气 张克难得认同他妈妈的品位 自然更没有意见可提 只是张知行觉得 这处的房价稍贵一些 别墅价要近五千 虽然都已经精致装潢 但是换其他地方 同样的别墅 三千都不要 九六年买别墅 多贵的价钱都不贵 张克对他爸说 要觉得那边便宜好 那在那里再买一栋 张知行笑着骂他 整得跟暴发户似的 你们娘俩觉得 这里好 那就这里好了 张知行这么说 张克倒想起那首等咱有了钱的暴发户之歌 想想他老子 未必有太多的幽默细胞 便没有说过来 还是等着别人原创吧 晚上 徐学平将张克一家请去吃饭 吃过晚饭 请张克 张知行到书房里坐 徐学平很突兀的说道 谢家知道 你在家信实业里占着骨 这一点 虽然在给省里的材料里没有细说 不过谢家应该早就知道了 徐学平靠到椅子上 眼瞼下的卧残 有着一丝的忧伤与疲倦 过了许久 徐学平才说道 心疲力竭啊 他很突兀的说了这个词 让张知行父子 听了心意惊 他倒像没有感觉似的继续说道 林夜厅的刘华山 要去林省找个地方 去当市委书记 他临走之前 送我四个字 刚毕自用 啊 张克有些惊诧 心里深深叹了一口气 省林夜系统击毙已久 刘华山虽然刚到林夜厅没两年 但是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 他没有想到 刘华摇身一变 却去林省当市委书记 看徐学平的神态 看来为这是争执的 但是这个体系 真的不需要担负责任的官员 极恶如仇的官员 永远都是要被独立的 徐学平即使有再大的功绩 都是孤独的 林夜系统 虽然是省委书记淘尽 要求严肃整治的 但是那些官员只会记恨 是徐学平将这盖子揭开的人 这也是徐学平首先在自己面前透露 围观以来的内心感怀 疲惫 张克一时也嘴桌 他这时就怕徐学平萌生退役 按照以往的历史轨迹 徐学平99年处理完丁向山的案子 就直接退下来了 而不像一般的官员到政协或者人大过渡一下 那时他才63岁 晚经上回到家里说 周景瑜对嘉兴实业与香学海的合资百般刁难 既然他们知道你在嘉兴实业占股 有些年生日久的恩怨 也该让你知道 徐学平说起 他与周景瑜兄长周景喜之间的恩怨 张克并不觉得意外 有这一层恩怨看起来才合理 我跟志明父子关系 一直都算不上融洽 两个人的性子都太强 他到车祸之前 对谢家也都很信任 还抱怨我太多疑 至多是我跟周景喜私人之间的恩怨 又能牵扯到别人 他太单纯 看不到利益 会让一个团体结合得多么紧密 徐学平摇头苦笑 他们以为别人都是糊涂蛋 志明只是太信任他们而已 我原来想啊 海域公司亏空了腐烂了也好 志明就能彻底将公司放弃了 车祸却是谁也预想不到的 说到这里 徐学平眼睛里又流露出无尽的丧子的悲痛 第353章 小鬼难缠 离开徐学平家 张克与父亲的心情都不轻松 旁人只当徐学平身居高位 不如一时少 其是大谬 在整个体系都为利益的缘故 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要去打破陈规陋席 要去触犯别人的既得利益 即使是身居高位者 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除了刘华山毫无损伤的调去林省某市当市委书记之外 徐学平欲让水利部门组织调查组 对小江流域近几年来的低房建设情况进行全面的检查 也因阻力太大 涉及到水利部最终作罢 跟各部门扯了半个多月的皮 折中方案只是由省里增加今年的低房建设预算 这个倒是大家乐于见到的结果 这种种事都让徐学平有心脾力节制感 幻途艰险 不随波逐流是很难的一件事 张之行忍不住在车上就发出这样的感慨 哦 张克轻轻应了一声 振作起精神 在暗昧的车厢里自顾自地笑了起来 哪里有简单的事情 要是不负责任的去做官 倒是轻松快活 张之行微微一笑 注视着车窗外的车流灯盒 为官一任便是求能有建树 不负责任的去做官 对某些人容易 对某些人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暂时还借住在谢婉晴在青山公寓的那套房子 决定将江边的房子买下来 就打算尽快搬进去住 房子都已经精装修过 添这些简单的家具能够居住就可以 4月22日 韩国三星企业与马鞍山智冷设备有限公司秘密商谈 组建合资工厂的消息 由建业晨报予以披露 惠山市政府给狠狠地刺激一下 周景瑜也不得不亲自指示谈判组 以与家信实业接触谈判为日后的重点 以弥补惠山市政府之前的过失 家信实业提出的合资方案是相对成熟的方案 今后十年是白色家电大发展的十年 青岛孩儿仅冰箱一类的销售额 从95年到05年就增长了六七十倍 时间比一时的利益得失要为重要 除了控股权 张克以为家信实业不需要太拘泥细节上的利益 以致谈判的时间过度拖长延误发展的最好时机 孙上义、葛明德都持与张克相近的意见 希望张克再到惠山走一趟 主持最后的关键谈判 张克在省城住了三个晚上 就又赶到惠山市 可惜这次没有许思陪同 许思在海州歇了两天 就回香港了 虽然也是从省城建业市国际机场搭乘的飞机 只是那天张克给他妈妈抓住去选购家具 张克赶到惠山 就直接参与了谈判 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评估方面 都没有做太大的坚持 在工会设立、员工待遇等细节方面 都尽可能给香雪海最大的优待 谈判的重点 直接就奔到合资企业政策优惠与管理层配置方面 谈判组提出设立中方总经理 见张铁森似乎还有些搞不清状况 张克毫不留情面地对他说道 香港明年就要回归了 什么港方 中方 这时候再这么说 还有什么意义 就管理人员 嘉信实业 除了派出总经理、市场总监、财务总监三个人之外 其他的重要岗位 都会继续聘用香雪海电兵香场的原管理人员 我想不通 谈判组在这上面 还有什么争执的 莫非张秘书 还有心到合资公司 来当这个中方总经理 张铁森此前未曾与张克有过接触 听谢剑南描述 再看张克今天得势不绕人的锋利言辞 还真是嚣张跋扈的人 给他一通话 刺得面目轻红 都说宁可得罪君子 不可得罪小子 只是与周谢两家 已没有可转还的余地 张克可不在乎多得罪张铁森这号人物 哪里需要给他好脸色 就连周景玉对合资的事情都转变了态度 赵阳更是强调 要求近期救出成果 就凭张铁森这号人物 还不能掀起什么风浪 一天的谈判结束了 现在也不适合私下里请郭剑 沉默一起吃饭 张克让陶行剑选吃饭的地方 他是惠山人 到停车场 坐进车里 看见张铁森借用香雪海的红旗车 还停在那里 他们这边车刚发动 红旗车就靠了过来 看见张铁森露出头来 张克诧异地按下车窗 以为他有什么事要说 就算合资成功又怎么样 你们不要忘了 这还是在惠山的地盘上 你们要能从惠山捞不到一分钱 我就跟你信 张铁森落这句狠话 就扬长而去 张克给张铁森的这句话 搞得有些摸不着头脑 张铁森赤裸裸的威胁 没有让他生气 却觉得有些好笑 他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跟我姓 也是姓张 张克很无谓地说了一句 不过红旗车已经绝尘出了 张克侧过头对陶行健说 这车是香雪海的资产 明天谈判时提出来 凭什么借给他用 傅家俊倒是有些忧心 他说道 企业跟地方政府关系搞僵 的确寸步难行 特别是大神一党 小鬼难缠 我有个朋友到内地来开酒店 他人脾气硬 仗着自己是港商的身份 就没有到处孝敬 开业后 今天来查卫生 明天来查消防 几乎天天有举报他 酒店有卖银调娼的 给折腾了两个月 又不甘心低头 只得低价转手撤了出来 他后来得知 还只是当地一名副区长 对他有特别大的意见 张克微微摇了摇头 换称谢建南 周景瑜 就不会说这么蠢于的话 正太集团 又不会龟缩在卫山 不出去发展 稍有些私质的人 都不会玩银手 今天你玩别人 明天就得给别人玩 张铁森开着红旗 使出香雪海 电兵香肠的厂区 才给谢建南打电话 笑着说 那般苟日的 他们倒以为拿出一碟 看起来不错的废纸 就能来卫山搅局了 我还怕他们退缩呢 留到以后 慢慢玩死他们 才有意思 哼 伤不跟关斗 自古以来就是这个道理 再说了 强龙不压地头蛇 张克这家伙 聪明还是有些聪明的 可惜对这个问题 还是认识不透 谢建南的笑声很干 不过还很努力的在笑着 他们以为走上层路线 就万事大吉了 事情还不都是下面办的 哼 真想把那小子 当时的样子拍给你看 张铁森心里十分畅快 你呀也真是的 怎么两次 都让他占了便宜 就算在海州的地面 也不能让那小子耍流氓啊 真是替惠山人兵丢人 好了 现在到惠山上的地面上的 我们也要学会 利用合法的手段 不说你了 晚上出来吃饭 今天晚上可能不行 我要赶着去省城 可能过好几天才能回惠山 回来我请你吃饭吧 谢建南在电话里说道 我说张哥 你为什么非要想着 去当什么中方总经理 以你的才华 要不过来 跟我一起做整海太 不就为了争一口气 现在想想算了 经商的搞不过搞行政的 搞行政的 搞不过搞政治的 我头昏掉了 以前竟然想着 要去当什么总经理 这倒是 我还不是 借着我妈的名义 在外面招摇撞骗 要不然遇到张哥 还不得跟着装孙子 谢建南挂了电话 心里想着 张哥会不会认识一下小鬼难缠 还是会有别的动作 张哥不清楚 张铁森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既然他这么说 就不能置之不理 真要给这些小鬼缠身 三天两头 给你搞个突击检查 在食堂看到只苍蝇 就罚你千八百的 这场子还真难开下去 张哥也相信 以张铁森在惠山市的能耐 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张铁森凭什么认为 在他做这些小动作之前 不会给碾死掉 要没有周景瑜在背后撑腰 张铁森是吃了豹子胆了 这么大年纪 都长狗身上去了 要没有周景瑜在背后撑腰 碾死张铁森跟枝蚂蚁似的 这事还真是蹊跷了 周景瑜会支持他搞这些小动作 张哥摇了摇头 周景瑜会在这种事上硬磕 那真是没什么好担忧的了 还有一种可能 张铁森纯粹就是一炮灰 被推出来恶心人的 第354章 借刀杀人 陶行健推荐去吃惠山最有名的熟肉名 吃酱之肉 那就坐车去聚咸街 聚咸街后面的几条巷子里 有很多有名的吃食店 灵湖面街的旧宅 格调也不俗 傅家俊跟陶行健在惠山这些天 体型都宽了许多 除了酱之肉 傅家俊还特别喜欢惠山的碧螺虾仁 杭州有龙井虾仁 惠山则是碧螺虾仁 以惠山湖流域的活河虾 与明茶碧螺春烹制而成 绿白相见 行美味先找了一家雅致的酒店 服务员也很清秀 大家上了二楼 不带陶行健推荐 傅家俊卖弄的介绍了几样 惠山名吃 又点了几件小菜 加上酒家特制的米酒 在二楼临窗的桌前围坐着 想好好记一记腹中五脏 将张铁森引起的那点不快 都抛至脑后 窗外是河 水还算清澈 有垂柳生出新叶 静静地坐着 能感觉到风 这几年 惠山重视城区的环境 周锦渝在惠山倒不是没有一点功绩 等着清秀的服务员帮大家真上酒 食指大动之际 叶江天从楼梯口探出头来 张先生 你们果然在这里 刚才在下面看你们经过 还以为看错人 陶行健在惠山报纸 杂志 看到过叶江天 却没有见过面 傅家俊自然不认识他 见他仪表 气度却是不凡 他们在这里点菜 都有十几二十分钟 叶江天哪里会在楼下 刚刚看到他们 也不晓得 他从哪里嗅到味道 将他们堵在这里 既然赶来了 总不能拒之门外 张克邀请叶江天入座 介绍他与陶行健 傅家俊等人认识 他儿子叶红 看起来很讨人厌 叶江天本人却是人精 看问题都是利益优先的 也懂得做人 就像江大父亲江涛这样的小老板 都会觉得叶江天跟他们是哥们一样 这样的人物 这边有力 他就凑到这边来 谢家那边有力 他就会凑到谢家去 做生意而已 倒是无可厚非的 只要讲规则 张克倒是不拒绝 跟这样的人往来 叶江天也是消息灵通人士 除了与张铁森来往密切之外 还有别的消息源 湘雪海的合资 韩国三星拖了一年多 没见动静 嘉信实业过来 才半个月 眼见就有戏了 叶江天与张铁森一样 从谢建南那里得来的都是不敬不时的消息 谢建南是既想张铁森感觉到来自张克的威胁 又不想张铁森因此而对张克有所畏惧 跟他们介绍张克时八分珍藏着两分甲 虽然有说明张克跟省长徐学平有关系 也只是说张克他家死力攀附徐学平的没有什么特别厚实的基础 根本没有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点透 即使跟叶家也只是请叶建兵做说客而已 叶家名下的企业并没有在嘉信实业占股等等 叶江天与张铁森不同 他从头到尾都对包括谢建南在内的谢家人有很深的戒备之心 正太集团进入惠山之后 江天集团在两家有竞争的领域都不由自主的要缩手缩脚 心里自然是老大的不痛快 只是不能表现出来而已 叶江天看人看似的眼光也非张铁森所能比 何况他打开时就有着两头都讨好的心思 对嘉信实业没有什么抵触的念头 对嘉信实业及背后的势力有着较为客观的认识 三星与香学海合资会建新的工厂 嘉信实业与香学海合资也会上新的生产线 两者都有大工程抛出来 无论怎么说 惠山市当地企业都会占些便宜 惠山市政府在谈判时也会提出扶持本地企业的要求 眼下看来 嘉信实业与香学海合资的希望要远远高达韩国三星 叶江天不奢望张克这时候 就决定将一些工程都让给江天集团成了 留下个好印象 也方便以后好接触 不管背地里有什么心思 桌面上推杯换盏 好不热闹 事到后来 叶江天借故下楼将账抢先给结了 道不稀罕千百元饭前 也觉得叶江天这人做事八面玲珑 吃过酒 叶江天又邀张克他们去喝茶 在惠山市国贸大厦21楼一家会所 楼下并没有明显的标识 想必这家会所只招待熟客 里面的女孩子还肥艳寿都有不错的姿色 就在大厅里喝茶 有小姐服侍着也十分的香艳 张铁森有两三个人陪着进来 叶江天站起来笑着招呼 张处长跟李总今晚也过来逍遥 张铁森看到张克悠闲自在地坐在那里喝茶 看到他过来 手里的茶杯都没有放下的意思 瞪了叶江天一眼 一句话没有说 就愤恨地拂袖而去 张克见叶江天脸上没有异常的表情 笑着说 张秘书对我们可一直都不友好 叶总不怕给张秘书看到 跟我们在一起 叶江天当然不想被张铁森看到 既然给他看到了 也没什么好怕的 笑着说 张铁森 看人做事没什么颜色的 也就周锦宇喜欢用他 市里其他人 都不大看重他的 张克笑着说 就这么一个没有颜色的人 今天还给我们赤裸裸的威胁呢 说是我们就算跟香雪海合资成功 也赚不到一分钱 最终也要从卉山灰溜溜地离开 叶江天只当张克说笑 见张克表情认真 疑惑地说 张铁森也不会这么没有颜色吧 谁知道呢 张克怂怂间 无所谓地说 叶江天并不清楚 他们与周谢两家最深的那层恩怨 即使有那层恩怨在 周谢两家也不应该急着 就将恩怨了结吧 毕竟哪一方的势力 都没有强到风卷残云 能一下子将对方击垮到没有反击之力的地步 叶江天脸上的担忧一闪即过 又笑着说 也说不定 张铁森本来就是仗着周景瑜在狐假虎威 旁人都说 他们关系暧昧得很 张铁森平时做人 也不知道半点收敛的 十个人倒有九个不喜欢跟他打交道的 他这人太贪 手里只喜欢收现金 会山人十有八九都知道他这习惯 他与他爱人 在东直桥的复江小区有套房子 平日都不住那里 要不是我这人比较好奇些奇闻一事 只怕也没有旁人知道 那里会有他们的房子 张铁森每次收理后 喜欢往那里走一趟 也不晓得他跑到那里是做什么 叶江天好像很无谓的再说一件趣闻 张克也无谓的听着 只当没有听出叶江天借刀杀人的意思 第二天 会谈时 与张铁森言语上又有冲突 中途不花而散 张克让傅俊开车 在他到叶江天昨晚所说的那个小区 找人一打听 张铁森确实在这里有套房子 每隔十天半个月才来一趟 左邻右舍也不认得他是谁 张铁森在会山真没有人缘 想落井下石的人还真不少 张克轻蔑地笑着说 除了叶江天还有谁 傅俊不解地问 还有那个将张铁森荡白痴推出来当刺头的人 张克笑了笑 手摸着下巴 这房子应该有秘密 怎样才能让秘密看上去是很偶然的给外界发现 跟宋局长打声招呼不就行了 没必要让宋小 田海霞跳出来做恶人 张克这么说着 还忍不住要摇摇头 这个社会 极恶如仇的人竟是做不得的 不晓得是不是这个社会太可悲 张克与傅俊转了两圈 注意到这栋楼里的自来水管 可能是换水表时候接的 是从楼梯间分段引上去 到每家每户 又分水管钻墙入户 张克抓住水管 用力地往外扯出一截 指着贴近墙的一段 问傅俊能不能破开 傅俊掏出随身携带的瑞士军刀 笑着说 带着工具呢 握出水管 又往外扯了一把 用力过大 只听见里面咔的一声 听着向里边的水管给拉裂了 水再不停地喷涌出来 得 还是你力气大 这样就行 我们下去看好戏吧 张克跟傅俊不动声色地下了楼 在车上等了一会儿 就听见位于张铁森 那套房子楼下的人家 有人在大声喊 楼上水漏下来了 入户的水管破裂了 水流极大 这会儿水已经进到楼下了 张铁森十天半个月 都未必过来一趟 哪里会有人应他 听着有人在楼梯间走动 张克就喜欢看热闹 又与傅俊进了楼梯间 水从门缝里不断溢出来 楼梯间到处都是 张克刚才在楼下不小心抬头往上看时 给水溅到衣领子里 张克直叫晦气 又舍不得不看热闹 楼里的住户都闻声出来 有人嚷着 快去关总罚 有人说总罚关了 其他人家用水怎么办 还要先把这家人找过来看看 里面是水管裂了 还是水龙头忘关了 可是楼里住的 谁都不知道这户人家的联系方式 又有人说 这家人十天半个月不露面的 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 张克倒是知道张铁三的联系电话 却在旁边小声地提醒 通知消防吧 让消防来开门 总不能联系不到这家人 大家都不用水吧 第355章 卧室的纸箱 最终是110出警 找到开锁匠 将防盗门打开 自来水总罚已经关上 室内地面稍低 到处都是积水 还有一只袜子 从卧室里飘出来 这里也偶尔有人居住 无需张克提醒 就有好心人提议 将浸在水里的东西 都搬到桌子上 免得给水浸烂 再设法 将屋里水控出去 卧室床下 有两只用胶带密封着的百式可乐纸箱 有邻居弯下腰 手勾着将两只纸箱子拉出来 抱起纸箱子 刚走到卧室门口 给水浸烂的纸箱底突然破开 一捆捆百元大钞洒落下来 帮忙的人少 看热闹的人多 看着一纸箱子百元大钞 滚落到水里 大家都傻了眼 连110巡警都张着嘴 不晓得要说什么好 另一只纸箱子拆开 竟然也是满满一箱子百元大钞 平头老百姓哪里见过这么多现金 都知道这是关系重大 出勤的巡警立即跟市局联系 让金针大队派人前来调查 张克心想 叶江天才是卉山的地头蛇 城府野生 张铁森与叶江天推杯幻展之时 大概也想不到 叶江天将他的底细 早已经摸得七七八八 看看两箱子钱 怕有不下两百万 张克与傅俊悄然离开 张铁森竟然粗心将钱藏于卧室之内 想必案情不会太复杂 说不定明天就会引起 惠山市官场的震荡 案情也的确简单 惠山市警方以经济案件立案调查 很快查出购房人为一名叫李春霞的年轻女性 李春霞声称自己并未买房 复江小区的那套房是其杰李春云以他的名义所够 李春云为张铁森之妻 田海霞是负责金针的副局长 他听到金针大队的汇报 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 他披着衣裳从床上爬起来 立即给局长宋晓打电话汇报这事 宋晓当即向政法委书记严真科 纪委书记罗明以及市委书记赵阳汇报此事 赵阳指示市纪委立即成立专案组调查此案 次日4月26日张克由傅骏开车 载着他到香雪海电兵乡场 与陶行舰、傅家骏等人同行 与惠山的谈判组开始新的一天的谈判 他们到香雪海电兵乡场时 张铁森也开着香雪海借他的红旗轿车抵达这里 张克看着他的眼神都带着怜悯 眼神却飘到红旗轿车上 瞟了张铁森一眼 张秘书对香雪海的贡献真大 还借香雪海的专门用 看着张铁森夜下夹着一只爱马仕的皮包 倒不知道里面放着多少现金 虽然此案还处于秘密调查期间 不过张克早晨醒来时 已经从宋小打给他的电话得知 已经查到张铁森的头上 看情况 说不定赵阳有意往周锦鱼身上挖一挖 周锦鱼出经济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96年 也只有经济问题能让一名官员不得翻身 对此 张克倒不是寄望太多 想周锦锡给徐学平拉下马来 周锦鱼的仕途还是一如既往的顺畅 并成为副省级城市惠山的仪式支掌 周家背后应该还有能人 张铁森如何不知张克话里带刺 想必香雪海与嘉信实业合资之后 他从香雪海再也借不到车用 仅这一点就让他不爽 撇着嘴冷笑着说 你倒是对盒子的事情一如既往的热疹 倒不是我泼你的冷水 企业要在地方上生存下来 是很艰难的事情 这里可不是海州 多谢你的关心 张秘书得空 教我两招溜须拍马的本事 张克阴险的一笑 还不忘抓住最后的时机 狠狠地刺激张铁森一下 那日 我陪赵阳书记 在市委办公大楼参观时 林厂长说你什么来着 奶炮 奶炮是什么意思 我对惠山方言 倒不是太明白 张秘书能刺教 你 张铁森气得抓狂 奈何傅俊妖元榜阔的 守在张克身边 他还不至于失控地 要去抓张克的衣领 脸上一道红一道青 煞是好看 只是重重哼一声 说了句不要图前面嘴上开火 就拂袖而走 你们说什么呢 郭剑走过来 看见张铁森气到极点的样子 想不通张克 为什么会在谈判之前 激怒张铁森 虽然说张铁森现在已经无足轻重 但是让他虎脚蛮缠 时间拖下去 也不是办法 张克笑了笑 说道 想向他请教溜须拍马的本事 他就负气走了 郭剑笑了起来 说道 张铁森没什么本事 却最恨别人 说他没本事 我看他本事倒是很足 谈判开始时 张铁森果然要让张克 为他早晨的话付出代价 谈判一开始就说 前面议定的事情 还有未尽详识的地方 坚持要重新仔细地讨论 张克便由他折腾 上午10点许 市纪委的4名工作人员 直接走进会议室 要求张铁森 跟他们到纪委交代问题 当场从他的皮包里搜出近2万的现金 张铁森之阔绰 让谈判组的其他成员都大吃一惊 据宋小后来转述 在市纪委工作人员出发 对张铁森采取行动之后 市纪委才正式通告周景瑜 张铁森涉嫌犯罪的事实 周景瑜为此大发雷霆 则问纪委书记罗明 是不是想查他 才最后告知他 要求市纪委索性对他也立案侦查 倒是赵阳书记出面转环说 是要照顾他夜里休息 再说 市纪委夜里掌握的情况 还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早上一有重大突破 就来向他汇报 绝没有查他的意思 张铁森涉案已经是板上钉钉 周景瑜也没有闹下去的源头 却有避嫌的需要 赵阳倒是光明正大的 全面干涉市政府的事务 指令由谈判组副组长 市清工局副局长费行伟 代替张铁森谈判组组长的位子 继续与嘉信实业进行合资的谈判 不使之为张铁森的案件所类 4月29日 张铁森给带走的第四天 嘉信实业经过二十多天的正式接触 就与惠山市政府迅速草拟合资协议 惠山市政府也正式终止 与韩国三星企业陆陆续续一年多来未见进展的谈判 最终的合资方案 嘉信实业将以三亿六百万现金入资 香雪海电兵厂厂的所有资产整体制入合资公司 折价三亿 联合成立香雪海电器有限公司 嘉信控股百分之五十一 由惠山市清工局代表市政府 持股百分之四十九 合资方案 还需要经过清工部 省经贸委的审批 以及通过嘉信实业股东大会的审议 才能正式生效 嘉信实业很快就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在审议合资方案的同时 还审议了向圣星环球电器集团 定向发行一千五百万股普通股 与发行三亿元公司债的提案 圣星环球电器集团 以两千万现金的代价 获得嘉信实业百分之十的股权 成为嘉信实业第三大股东 实际是第四大股东 发行三亿元公司债自然是位于香雪海的合资筹集资金 三亿元的公司债额度 将由三大股东实际为四大 孙尚义与葛明德名下的股份 名义上都要算葛氏家族的按比例承担 嘉信实业审请暂时终止资本市场上的交易 等待合资方案通过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批 成立合资公司并控股 对嘉信实业的意义非同小可 不仅彻底扭转嘉信实业示威的弱局 还历时机身进入内地白电企业前十名的行列 香雪海电冰箱厂整体置入合资公司 摆脱经营上市市受行政干预的尴尬局面 又解决流动资金紧缺的局面 嘉信实业在合资方案通过清公布 省经贸为审批通过的次日恢复上市交易 当日开盘股价就飙升了67% 年初月秀香港以3000万现金 以爱达电子在东南亚地区的使用权 与相关制造技术换取嘉信实业25% 通过回购注销的方式 持股比例最终提高到29% 到5月下旬市值增长三四倍 除了嘉信实业自身的回购注销 与香雪海合资等系列动作之外 嘉信实业市值的大幅上升 与96年香港回归前夕 内地资本大规模的流向香港 中资红筹股在香港受到热捧也有很大的关系 96年5年 香港股市已经开始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最强劲的一波上涨 主力便是中资红筹股 最终决定继续聘用原香雪海电兵香厂的管理层 由陶行健出任总经理 聘请熟悉国内市场运作的叶晓彤担任香雪海的市场总监 第356章 高中还要会考 周谢两家在会山无孔不入的势力以及背后更大的势力网 在张铁森案审理的过程中就充分发挥出来 在从他三处住宅搜查出总值300多万的现金存款 有价证券等事实证据面前 张铁森依然咬紧牙关 只承认小部分的犯罪事实 涉案金额还不足百万 张克想着让张铁森案异地审理 最好能到海州去审理 就算周景瑜最后能脱身 也要让他脱一层皮下来 赵阳原先也支持张克的想法 等张克去了一趟香港再回会山 事情就起了变卦 中纪委赶巧有领导下来视察 对张铁森案给出案情清楚 无需要异地审理的批示 张铁森的级别还不够 除非将矛头直接指向周景瑜 不然很难坚持异地审理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周景瑜涉及经济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即使深挖下去 也不大可能将周景瑜一锤子砸死 赵阳权衡再三 也怕没有将周景瑜牵扯进来 却让卉山市官场大地震 异地审理的事情最终作罢 等香雪海合资的事情最终敲定 卉山市纪委对张铁森案的调查 也基本结束 移交给卉山市下面的江浦县检查机构 向江浦县法院提起公诉 始终在周谢两家那层网的控制之内 自然就没能从张铁森身上 挖出有太大价值的东西出来 不过据他交代的部分 贪污受贿120余万 大多发生在他给周景瑜当秘书六年间 在此之前 他还只是世今茂伟 一名普通的科员 便是给周景瑜当秘书 贪污受贿 也是借周景瑜的权势 案情不能深度地调查下去 周景瑜究竟要为此担负多大的领导责任 则完全是上层博弈的结果 5月下旬 张克从香港处理完 加信实业公司债发行的事务 返回省城 这事情还没有结果 周景瑜离开惠山是一定的 徐学平看着手指间夹着的香烟 用一种静缓的声音说着话 至于将他调到哪里 也不是省里说了就算 中组不会干预 这样一来 可能事情就不会太如意 惠山市是副省集城市 周景瑜的政治地位 比一般地级市的市委书记略高 最如意的便是将他随便调到省社科院党组书记 之类的位子上养老 虽然周家背后 还有很深的政治人脉 但是家族里没有实权人物 整治起来 终究方便些 不能如意 也就说周景瑜很可能 不会离开实权位子 张克笑了笑 说道 周景瑜能离开惠山 就是一件好事 总不指望 他们会轰然垮台 徐学平叹息说 你周婶婶的伯父 要不是死得早 也是一只大老虎 不过中央里有几个元老 都很念旧 不仅周景瑜 周景瑜兄妹 颇受照顾 我之前也不是没有受惠 事情到了这一步 也只能说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徐学平之期周书惠 与周景瑜 周景瑜兄妹 是堂兄妹 只是近年不再有来往 不能从张铁森案 挖出更大的价值 不能一劳永逸的击溃对手 不是没有一点遗憾 但是能让周景瑜离开惠山 总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至少不用担忧 香雪海会受到地方政治势力的钳制 张克无暇去关注周谢 两家此时的慌乱 慌乱想必是一定的 这两个月来 他多在惠山 省城 香港奔走 香雪海的事情出定 作为香雪海控股股东的股东的他 就不适合过多的干预香雪海的日常运营 也无需往惠山再跑那么勤快了 这天已经是5月31日 下飞机前 跟唐靖通电话取笑他说 要赶回海州帮他过节 就没有在省城过夜 连夜开车返回海州 到了小景湖南岸的邮政局职工宿舍区门口 拿着明天给指童的礼物 张克就下了车 都夜里12点了 让傅俊开车 赶紧回家去 他跟着自己不在海州的日子 也够久的 不像自己 他有心爱的妻子 与两个鬼灵精怪的丫头惦记着 张克转身进了小区 才想起身上没有带家里的钥匙 平时在外 谁高兴身上带着沉甸甸的钥匙 爸爸在省委党校的学习 一直到7月中才会结束 景湖南岸新警园的房子 平时请婉晴代为照应 钥匙 他手里应该有一套 看手表都过了12点 过二到门时 保安狐一的眼神在张克脸上兜了几圈 可能是觉得有些脸熟 也可能是张克仪表 风度皆不凡 才没有上前来盘问 邮政局职工宿舍区 从二到门往里 才是邮政局领导干部 给自己准备的豪华小区新警园 当然也是小叔张之飞的宏远公司 是新警园的承建单位 才搞到三栋小楼 一栋给谢婉晴 一栋给张克家 一栋张之飞自己留着 不过张之飞在别处有不错的住处 这里的房子就空关着 张克走进新警园 拐到最西北角的三栋小楼前 婉晴家还亮着灯 光线从婉晴的卧室窗户里透出来 张克给婉晴挂了电话 怎么还没有睡 唐靖也没有睡 等你呢 张克心里一虚 想着唐靖就挨着婉晴身边 多小的声音 他差不多也能听见 幸亏没说什么暧昧的话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都差点睡着了 唐靖娇软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出来 听着她的声音 张克都觉得要困得紧 这妮子最撑不住熬夜 每天过十点 就睡意汹涌 难为她撑到现在 还没有睡觉 婉晴与唐靖一起到楼下来开门 让张克进去 唐靖穿着嫩黄色的睡衣 眼瞼下有着浅浅的眼袋 想必熬到现在也辛苦 却十分甜美 看到张克 几乎要挂她身上 先睡上一觉 哈欠连天 等婉晴拿来钥匙 张克转身看见 唐靖已经横在婉晴的大床上睡着了 无奈地摇头笑了笑 时间也不早了 便先回去睡觉 清晨醒来时 却看见唐靖睡在身边 将她像猫一样圈着的身体 搂紧在怀里 唐靖动了动 迷迷蒙蒙的要睁开眼睛 却还没有睡够的样子 怎么了 夜里梦游走过来的 张克嘴唇压到唐靖的耳朵 晶莹剔透的耳阔 仿佛乳白色的玉石细琢而成 扶着一层极细的绒毛 在青肩某抗皮笼 看得见极细的青色血管 哪有 夜里醒了一次 你楼下又没有关门 唐靖在张克的怀里 舒服地伸着懒腰 眼睛微眯着 透着惊人的绿色 初醒时的慵懒 异样的娇媚 没有一个男人能够抵挡 还是在你怀里睡觉舒服 你不要动 就这样 让我再睡一会儿 抱胸缩间 将他软玉胶躯往张克的怀里钻了钻 想着有近两个月 没有好好地陪唐靖了 谁晓得他会不会闹一闹脾气 张克便将他的身体搂紧在怀里 让他再好好地补睡一会儿 只是睡衣轻薄 挨着唐靖动人胶软的身体 娇媚容颜与饮水眸光 又在眼前流转 如何能控制着身体不起反应 张克挺臀往前顶了顶 却让唐靖掐了一下 不要闹 让我睡觉 美人在怀 还不能动手动脚 这时光真是难熬 等出生的新阳 将光芒射入室内 张克虽然还搂着唐靖 手却伸进他的睡衣里 握着他的那对胶乳 唐靖陡然听着指瞳在楼下的声音 迅速坐了起来穿衣服 他将衣服都从婉晴那里抱了过来 早晨醒来 还以为 你失踪了那婉晴牵着指瞳的手进来 早上准备吃什么 唐靖整理好衣服 已经将睡衣塞到张克的被子下 翘脸粉红 依然带着些心虚的说 快会考了 得抓紧时间让张克看书 好像他过来 没有在张克怀里赖床似的 会考啊 唐靖这么一说 张克才想起来这件事情来 高中会考科目一共九门 高二学期结束之前 要考完六门 会考相对来说很简单 但是涉及到张克平日极少接触的物理 化学 生物等理科类复科 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难以跨越的一座大山 会考 什么时候 张克欠起身体 下体的反应还没有消退 都不能当着大家面起来 穿衣服 还有十天 你不会都忘记了吧 唐靖回头睁着他黑白分明的眼睛 张克摸了摸头 不好意思的说 差点就忘了 第三百五十七章 保持市场地位 张克这个时节 赶着回海州 倒不是 回来参加六月中旬的会考的 菲利浦上海工厂的二气工程 四月底就建成投产 五月份机芯产量 就从25万片增加到40万片 同时 索尼在国内的机芯生产工厂 也都已经投产 理论上 品牌影碟机的产能 在五月份就激增了一倍 达到50万台 影碟机的市场情况 到五月份就复杂了一些 艾达电子也不再高枕无忧的 就能坐享40%的市场份额 新科电子三月底 由影碟机产品推向市场 四月 五月的广告公式间接密集 特别是五月 广告投放的力度不比艾达稍差 虽然没有借到央视标王的光环 但是新科电子 借助着自身强势的品牌优势 与密集的渠道网络迅速崛起 受到张克刻意的压制 中山艾多 没有遵循历史的轨迹觉醒 沉寂一个冬天之后 在艾达电子市场成熟稳定之后 用一则出乎众人意料的飞艇广告 轰开广州的市场 连续一个月的飞艇 悬浮在广州市的上空 吸引了广州市民的目光 也吸引了部分全国性媒体的目光 步步高 金正 下星 就连生产学习机的小霸王 也转进影碟机产业 谢家正太集团 与赵锦荣锦城集团 联合筹建的影碟机厂 也正式注册科王商标 产能的扩充导致影碟机售价 于5月底首次降到3000元以下 但是还保持着极为可观的暴力 艾达电子也首次感到 来自同行的竞争压力 需要展开新一轮的市场宣传公式 来加强艾达电子的市场地位 周游给星光职业的事物缠住 杨云又是首次主持全国性的市场宣传工作 张克担心 杨云在经验上有所不足 这次 他会留在海州 看着艾达电子的市场部 如何展开夏季宣传计划 回到海州 次日是六一儿童节 不是周末 唐靖还是要去学校 只有小学与幼儿园放一天假 要是农村的学校 这时节还会有一周时间的农忙假 张克与婉晴陪着纸童 还有傅俊两丫头 及傅俊夫女 到象山森林公园 玩了一天6月2日 才到公司去 给傅俊放了几天 价好好地陪一下妻女 在海州 就让马海龙开车接送她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施工建设 一龙镇东南的电子工业园区 出具规模 除了研发中心 依旧留在城山路的原件气氛公司内 艾达电子的其他行政部门 都已经迁入电子工业园区 骤然树立起十多家工厂 涌入近万名工人 一龙镇政府 还没有做好从容面对骤然而来的繁荣的准备 特别是电子工业园区出建 附近的公共配套设施不齐全 周围给附近转业做生意的农民为主 连道路都给两边的临时摊位 挤剩下中间窄窄的一条 大多是卖早点的摊位 正值上班时间 这样的摊点尤其的多 车子都几乎很难开进去 好几辆班车在前面如行 不晓得会不会错过下班的时间 邻近电子工业园区的田野地 稀稀疏疏的竖起些违章的简易瓦房 车子开过去 路边还有许多违章简易房正在卖地里搭建 苏京东从前面的车上下来 他看见张克坐在后面的车里 要过来跟他会合 还没有等他走过来 就有好几个人端着油条包子过来叫卖 将前面的路给堵上 怎么这么乱 张克问苏京东 再堵一堵 班车不是要压着点到工厂 对于边缘的工厂 主要给我们自己员工服务的食堂 还是远了一下 再说食堂里的吃食 成本比路边摊总要高一些 我们补贴自己的员工 又不能将其他厂的员工一起补贴了 到让厂外的小吃摊繁荣起来 易龙镇那边也不肯管理 打过两次招呼 都说这是不归他们管 也不好管 这话是谁说的 张克眉头挑了一下 电子工业区用的是易龙镇的土地 镇上每年仅土地收益就好几百万 这是怎么就不归他们管 这话是镇党委书记刘华说出来的 苏京东说到 在厂子外做生意的 都是给电子工业园征调地的农民 土地收益 镇上只拿出很少的一部分 补贴这些湿地农民 听说村里还要包一层 这样子也的确难管 击毙难及 刘华是这么说这事的 张克记起刘华是谁 去年年初从易龙镇镇政府 接手袁生达电子厂 还是经刘华的手 他去年初是镇长 之后张克就没有跟他打过交道 看来易龙镇需要有更远眼光 与发展筹划的官员来主持 才能让电子工业区 植物园 私立学校等等 与易龙镇自身的发展 密切地结合起来 让一切都井井有条 不至现在的这般混乱 镇上 村里都是铁公鸡 遇到好处都要扒一层 让他们将自卫 是自己的钱拿出来 很困难 这就是击毙 你看这样好不好 与易龙镇沟通一下 由镇里出面 将这些湿地的农民组织起来 成立专业的劳务输出公司 我们牵一下头 让电子工业园区里的工厂 日后一些简单的工作 只向这家劳务公司 雇佣派遣劳务 不要让这些湿地的 求职能力差的农民 彻底没了工作 这样是再好不过 我看关键 还是镇上 要有强有力的组织者才行 这是我跟宋培明提提看 看他有什么意见 易龙镇政府的动作太迟缓了 在电子工业园区开工建设 大半年的时间 规模日益庞大 镇政府还没有专门的应对规划出台 张克他是不甚满意的 未必说易龙镇政府班子成员有什么问题 完全可能只是能力欠缺 赶到厂子 到上班的点 几部班车都停在厂门外 打卡的地方 只有下页班的员工打卡出来 这里的员工倒没有在前面给堵持到的 苏京东无奈地说 市区接送员工的班车时间 比以前提前十分钟 张克想起他刚毕业工作的情况 每天为早上多睡十分钟 而心神交战 提前十分钟上班 虽然是管理上的无奈之举 但却要遭到员工 特别是试睡的青年员工痛恨的 还是先与易龙镇沟通好 张克与苏京东先在厂区里到处巡视 就公司管理上的一些问题交换意见 直到十点钟 张克才由苏京东陪着到市场部的办公室来 杨云 刘明耀 难得的两人都在 周游给市场部搭起框架 有一次极为重要的书写 那就是去年十一月份 挟着刚夺央视标王的威名 从北京招揽了三名市场策划的精英 刘明耀当时在广州主持那边的市场宣传工业 从广州请了四名营销高手这些人 逐渐成为爱达电子市场部的骨干 针对入夏就要展开的夏季宣传计划 早早的就拟定好 只要根据随时随地的市场变化来修正 那份方案还算是完美的 体现出十万 二十万年薪聘请专业人士的优势 今年的广告大战估计要等到八九月份 张克分析到 基星产量才提升上来 六七月份 星科 夏星 艾多 金正 步步高 他们都忙着提高产能 估计要等到八九月份 才会集中力量的去打市场 我们的市场宣传公事 也要强调后半段 这份方案 后面缺乏特别出彩的内容 刘明辉笑着说 在专业的人士 在你面前 都会显得平庸的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张克咧嘴笑了笑 说道 这是取巧的说辞 做市场千变万化 一个人能囊括所有闪光的地方 到八月份 能引起全国人民关注的 也只有八月的奥运会 市场部应该从这上面做文章 从提高公司知名度的角度来说 这种全国关注的事件 不会比标网广告起到的作用更大 但是应用得当 能很好的提高公司的美誉度 我看这样可好 公司赞助一个金牌助学的大型活动 只要运动员在奥运会上 每得一枚金牌 我们就在这名运动员的家乡 捐见两所希望小学 张克想着 96年的奥运会 应该拿到16枚金牌 不出意外的话 32所希望小学 倒不用太多的投入 杨云 刘明辉 哪里知道 会获得多少枚金牌 这个市场宣传方案的预算难做 但是却不得不承认 张克随便一个主意 让他们这些专业人士琢磨整个月的方案 都黯然失色 预算无法控制是一个缺点 但是这些宣传持续的时间极长 除了奥运会期间集体炒作 等这些奥运冠军返回国内 则只捐见希望小学 都可以持续地引起媒体的关注 有些和奥运会与希望工程两个公益主题 很值得一做 第358章 科王电子 提到奥运金牌助学的构思 也有人提出 要是团队项目获得金牌 是按项目计算 还是按人数计算 这其中产生的费用 差距很大 男足 男男要能夺冠 再给他们一千年的时间都不够 团体项目一向不是国内的强项 有些双人项目 就没有必要斤斤计较 总之 将可供市场炒作的价值 尽可能挖掘透就可以了 除了捐见希望小学之外 张克还计划着 拿出一部分现金 来中奖获得金牌的奥运冠军 这样才能将获得金牌的运动员 临时拉来给爱达电子 做一回形象代言人 张克 苏京东 与杨云 刘明辉 在市场部办公室 讨论到中午十二点 粗略的拟了一个框架 让杨云马上找人 拟定详细的方案 离奥运会 也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确保运动员获得金牌后 会配合市场部宣传造势 要跟体育主管部门打好交道 这次最好还能将央视拉下水 配合炒作 需要沟通的地方很多 时间上也不宽裕 中午 就在厂区外新建的餐厅用餐 底层是相对价格低廉的自选快餐 二层有炒菜供应 也有自助餐可以选择 张克难得在这边的厂区出现 吃午饭时 蒋薇 鲁庆生等人都过来凑热闹 这么一来 就特别的引人瞩目 张克饭前去了一趟厕所接手 没有进厕所 听见里面有人在议论他 这鸟人是谁 几大巨头都出来陪他吃饭 该不会是什么高干子弟 想进我们公司吧 张克都不好意思进去 跟人家打照面 只得憋着尿 转身回去吃饭 吃过中饭 张克与苏京东一起回市里 易龙镇与开发区的插路口 竖着柯王电子的标识路牌 指向从插路口过去 就是锦城与正泰合资成立的 引碟机组装生产基地 去柯王看看 张克临时起义 让马海龙倒车 在他与苏京东 先去柯王电子看一眼 毕竟是家门口的竞争者 要给一些尊重的 柯王电子的总经理谢瞻 是一个很会在背地里做手脚的人 你以后会见识到他的手段 张克笑着对苏京东说 从柯王的零配件采购量推算 柯王5月份的产量 大概在3000台左右 主要通过海泰在省内的电器卖场销售 看着他们不断追加投入的态势 销售应该不错 也应该很有信心 这时候挤进来 没有一定的信心怎么行 张克笑了笑 相对一般的整机组装商 他们还有很大的优势 只要他们能稍稍控制一下贪念 应该能赚蛮多的 这次周景瑜的秘书闹出案子 周景瑜应该要负些责任 他们或许会收敛一下 苏京东说道 张克摇了摇头 说道 现在新闻封锁得厉害 张铁森的案子 只在惠山传得很开 影响恶劣 外地的风声就很小了 周景瑜会调出惠山 负责任倒是不会 他们背后的 那层网密着呢 周景瑜调出惠山 但是正太集团在惠山立足将近十年 已经在当地根深蒂固 不需要周景瑜这层直接的保护伞 一直周景瑜在其他地方获得实权 反而成了正太集团向外扩张的一个通道 现在他们为周景瑜的出路而有些慌乱 等周景瑜的事情定下来 你说他们会不会收敛 张克淡淡地笑着 对我们来说 香雪海在惠山发展前在的最大障碍不在了 也不是一个坏消息 苏京东听张克这么说 暗自思量了一番 笑着说 倒是没想到 这背后的纠缠会这么复杂 景成与正太合资的柯王电子 是以景成旗下一家小电子元件厂为基础成立的 位于开发区的西端 与翼龙镇就紧挨着 与电子工业园只有两公里左右的距离 原先的厂子 与最初的声达电子规模相仿 厂子南侧的一片地 大约有两三百亩的光景 现在已经是繁忙的工地厂区道路已经施工完毕 厂房也已经打下地基 想必资金投入的力度很大 才会有这么快的进度 规模虽然与电子工业区无法相比 但是仅作为整机组装工厂 柯王电子的规模已经不小 以正太集团谢家那几人 还算不差的眼光 想必早就考虑到发展技术 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性 当初 丁怀就看到 影碟机生产企业发展的三条路线 第一条路最简单 几乎不需要技术投入 只是采购成熟的组件 与配套的整机技术方案进行组装 第二条路就是具备一定的技术研究能力 能够整合好现有的组件 开发出更全面更实用的性能 在原组件选择上也有更大的自由主 第三条路 可以说 一只脚介入组件的生产 张克估计 除了爱达电子提前谋局之外 也只有新科电子 有技术实力走第三条路 柯王电子 眼下估计会选择走第二条路 投入一定的技术力量进行研发 但是主要还是依赖守市场手段 绕着柯王电子的新旧厂区看了一圈 张克略知他们的野心 一时间倒也无法评判 比起新科电子 步步高 柯王还不能算爱达电子的威胁 他们现在的基础还有些弱 打算离开时 看见一辆黑色的奔驰 从厂区驶出来 是谢瞻的车 还是谢瞻当初离开海域公司之前 私人购置的奔驰190 海域公司给他搞得一塌糊涂 他却买了这车 奔驰车的车速很快 一转眼就从眼前驶过 张克抿着嘴 赵锦荣与周富民摒弃前嫌 重新勾结在一起 谢家功不可没 听说周富民的女儿周鸿梅 与她丈夫在星泰市办的公司相当的红火 很受谢家的照顾 市场风云渐起 却意味着VCD影碟机市场格局 在建成的最初就埋下崩溃的根子 张克缓慢地说道 今后几年的发展脉络也能看清楚 先是广告大战 后是价格大战 使得整机组装厂商的利润空间迅速压缩 最后从群厄绞杀的血腥时代残存下来的整机厂商 最终也只能拿到比加工费高不了多少的微薄利润 不晓得日后在群厄与绞杀时期生存下来的整机厂商 会不会将96年视为影碟机的黄金时代 柯王或许能够抓得住黄金时代的尾巴 他们未必能抓得住 正太集团在柯王上投入不少 仅每个月三四千台的产量 无法让他们满足的张克轻蔑的一笑 我们倒也希望影碟机的黄金时代能尽可能延长 至少96年 爱达电子占据央视标王这个市场宣传的制高点 在市场上的地位 还不怕其他厂商来争 但是有了爱达电子的示范作用 97年的央视标王争夺之惨烈 可想而知 那或许会是广告大战的起端 市场宣传成本将会激增 接下来就应该是价格大战了 那爱达电子 今年还争不争第三届的央视广告标王 苏金东问道 时间还早呢 今年央视的广告招标大会 应该还会选在11月份进行 张克笑了笑 这时候讨论这个还早了些 到时候再说吧 去年11月份 张克一举掏出8000多万 拿下第二届央视广告标王 在苏金东当时的眼睛里 还是极不可预料前景的一招险棋 半年的时间过去了 再回过头来看 张克当时看似一意孤行的决定 是如此的明智 是如此的令人叹服 他似乎能看到 其他人所无法准确预见的未来一样 见张克不愿多谈97年央视标王的话题 苏金东笑了笑 在他看来 张克还是那种喜欢到最后 才给人惊喜的那类人 11月份 央视才召开广告招标大会 这时候讨论 也真是早了些 张克笑了笑说 我们眼下紧要的 就是尽可能在高利润时期 多捞些钱 将爱达电子的生产体系完善起来 而老丁负责的技术研发中心 才是我们手里最重要一张牌 我倒认为 现在可以让技术研发中心独立出来 然后找个适当的时机 将影碟机业务出售给家信实业 适当的时机 是指高利润时间即将结束的时候 苏金东问道 是啊 张克狡黠的一笑 说道 最赚钱的时期即将过去 趁着高价出售 才能让利益最大化 再说了 出售给家信实业 也不是完全就脱离出我们的掌握 只是家信实业 要恢复在香港股市 公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的能力 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好 这话 我们来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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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